这个男人为了过马路 从裤兜里掏了个电视遥控器 正直下班高峰 行人没空围观疯子 当然就算他们停下来围观 也绝对看不见男人召唤出来的神灵电舞 映照而来的电舞用神灯改变了信号灯颜色 让男人合法地 悠闲地托斑马线 你可能会说 过个马路有必要搞这么大阵仗吗 但如果你跟这男人一样 活了将近一千岁 坐拥九千多个随意拆遣的神灵 你会玩得更花达 男人之所以急着过马路 除了因为他是个耐性和功德心 多为灵的家伙外 还因为他找到了一个出现几率极低的神灵 月老 要是能将月老也拒为己有 男人就能加速实现自己的终极速运 与一万个神灵结缘 然而男人并非强迫症患者 也不是什么图鉴收集狂 他之所以要结缘万神 是因为在他活着的将近一千年里 每天晚上都会做同一个噩梦 在噩梦里 有个看不清样子的神灵 善意地提醒男人 要他去结缘万神 男人不知道这个噩梦有何寓意 但他总觉得 要是自己真的收集够了一万个神灵 或许就能见到 那个在梦里凌辱他的家伙 如此一来 男人就能亲手干掉他了 世界上 只有极少数的人能感知神灵的存在 这类人可以跟神灵发展出 进一步的关系名为结缘 人一旦与神灵结缘 就能指挥结缘神灵 使用他们的神能神灵 然而 人神关系从古至今都不是对等的 神灵通常只会挑选 让自己感兴趣的人类 或者与自己有相同特质的人类结缘 不过 这个手里拿着咸鱼的男人是个例外 只要他想 不管神灵愿不愿意 都能结缘成功 实际上 他已经和9399个神灵结缘了 今晚 他将得到第9400位神灵 看到这里 你一定再也忍不住要吐槽 男人手里的咸鱼究竟是怎么回事了吧 实际上 咸鱼里住着的 正是男人最得力的助手 神灵行天 行天其中一个能力 就是能定位其他神灵 男人正是听了行天的报告 才知道珍惜的神灵月老 今晚会在这地铁站里出现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男人献来个风骚投票 被工作人员发现后 不慌不忙地使用神灵之女的能力 将身边全部乘客的衣服都变成黑色 成功甩掉了工作人员 省下了两块钱 男人按照行天的指引 一路旋转跳跃 终于撞在一根柱子上 柱子后有个满大街都是的眼镜男 但行天却说 目标出现了 难道这个普普通通的眼镜男 就是月老 注意看 那个躲在柱子后面 手里还拿着咸鱼的男人 并不是要做什么违法的事情 他只是想抢夺 本应属于他人的神灵 男人名叫九千世 他收到风声 今晚在这个地铁站里 将会出现一个罕见的神灵月老 可是按照惯例 神灵只会在自己感兴趣的人面前现身 而月老感兴趣的不是九千世 而是那个眼镜一秒 都没离开过手机屏幕的眼镜男 眼看月老就要在眼镜男面前现行了 别担心男主九千世会失败 因为作为抢抢神灵老手的他 拥有丰富的第三者插足经验 只见男人拿出了润唇膏 涂抹在自己嘴唇 请放心 这并不是什么男同情节 而是抢抢他人神灵的准备工作之一 接着 男主九千世 继续尾随被吓跑了个眼镜男 眼镜男逃 男主追 结果还是男主的骚操作技高一筹 成功跟着眼镜男上了地挺 男主针对眼镜男手机不理数的特性 利用电量焦虑让眼镜男完全破防 而神灵 则会在他们看中的人荒神之时出现 至此 男主的准备工作才算全部搞定 这个男人 不叫小帅 也不叫大山 他叫林诞 实际上他叫什么都没关系 我们只需要知道 他是今天整座城市里最倒霉的人就行了 人畜无害 只爱上网冲浪的他 在等地铁时 突然被一个非主流抢稳了 接着 被非主流尾随 接接着 被非主流用咸语恐吓 好不容易上了地铁 非主流也没有进一步动作了 却不知怎么的 比自己生命更重要的手机突然没电了 身上带的几十个备用充电宝也同时没电 最后连地铁也因为没电而停运 这下 林诞彻底慌了 当林诞回过神来时 他发现地铁已经恢复了运作 但车厢里其他的人都消失不见 地铁又行驶了一段时间 终于停站 下了车的林诞发现不对劲 这个站台的灯光 设备 一切都透露着古异 林诞想起了幽灵车站的都市传说 可是林诞的猜想马上就被人否定了 出现在林诞眼前的 是一位头顶额包蛋身穿旗袍的女人 女人说这里是她的自在秘境 波云渐月 又搭又圆 头顶圆圆的女人直接喊出了林诞的名字 但林诞却对女人完全没有影响 接着女人轻撩淡写地说 自己就是负责林诞因缘际遇的月老 林诞听完并没有反应过激 只是平静地表示不相信女人的话 毕竟 这不是一个后宫爽闻故事 角色不会轻易接受 有美女用超级烂的借口来接近自己 两人说来说去 无论女人怎么解释 林诞就是不相信眼前的女人 是神话故事里的月老 于是 女人手一挥 在林诞身上拉出了三条线 与人解释其中的两条是林诞的血缘关系 而剩下的一条则是林诞的姻缘 这下林诞更加确定 女人不是神灵了 毕竟自己母胎solo二十多年 根本就没有谈过恋爱 不过 抱着侥幸心理 林诞还是问了句 和自己有姻缘的人叫什么名字 语人说叫王大军 是经常给林诞送快递的小哥 林诞回想起过去的细节 惊吓过度地想马上扯断这根姻缘线 却怎么也扯不断 林诞只好承认女人是神灵月老 要她帮自己断了这条炙热的姻缘 这时反倒是月老不着急了 母胎solo的大好青年林诞发现 自己居然有条姻缘线 而姻缘线的另一头 是自己每天都见的快递小哥 见状 林诞还哪顾得上什么讲科学破迷信 马上拜托眼前这位自称是月老的女人 剪断这段姻缘 月老说 只要沿着这条姻缘线往前走 找到线打劫的位置一拉便能解开 林诞一听 这不简单 原来有手有脚就能拆散一段姻缘 但她发现自己突然动不了了 低头一看 身上缠满了透明的丝线 林诞惊恐万分 月老解释道 这些半透明的线并不是蜘蛛丝 而是林诞在网络上结下的 虚无缥缈的缘分 想要走到红线打劫处 就必须先将这些碍事的网络缘分扯断 当然了 扯掉这些半透明的缘分 林诞在网上冲浪时认识的朋友 和死敌都会消失 瞬间明白了这点的林诞选择不动手 维持原状 月老有点急了 她想不到 林诞居然为了网络上那些虚无缥缈的联系 宁愿放弃改变 这位是喜欢在网上冲浪的林诞 这位是负责管理林诞缘分的月老 而这位是被月老惊入了身体 占据了意识的林诞 如果各位平时也觉得工作量 作业量太大了 不妨学习一下月老的做法 亲自动手 为自己减负 关注 互相关注 私聊好友 寻聊 邮箱账号 论坛账号 聊天记录 点赞记录 统统给我消失 月老似的正爽 不然林诞的左手阻止了自己 那个软弱的宅男竟然挣脱了一部分的控制 开始抗衡月老 林诞不明白 为什么口口声声说是自己的月老 却完全不顾自己的感受 肆意地毁掉自己最真实的一切 月老冷笑着告诉林诞 谁说神灵就必须帮助凡人的 紧接着 月老在用残酷的事实让林诞完全破防 他所珍惜的那一切 只是他自己的一厢情愿 根本不会有人在乎 去认真关注他 了解他 最终这些虚言只会让他变得越来越孤独 林诞哑口无言 不再违抗 从今往后失去一切寄托的林诞真的会变得更幸福吗 没人知道 但他的月老倒是确定会过得很轻松了 慢着 还记得吗 在此之前 林诞被一个男人亲了一口 他 要来了 关键时刻 林诞的脸颊浮现出一个发光的唇印 唇印迅速变成一扇门 门变大 打开 从门里走出一个手拿咸鱼的男人 男人名叫九千世 在好几季前出场 顺带一提 他才是本故事的主角 林诞与月老的会面正是九千世在背后推波助澜的 因为九千世想要强强属于林诞的月老 为自己服务 九千世直奔主题 月老 和我结缘吧 月老非常干脆地用行动回答了九千世 九千世也不生气 只是用咸鱼指着月老 警告他 刚才的话 不是在询问异象 而是命令 月老从未见过如此嚣张的靓仔 瞬间被惹毛了 月老表示 就算是能感知神灵的畜神者 在神灵面前也只有服从与配合 才能得到神灵的恩赐 眼前这个咸鱼男算老几啊 九千世把口罩戴上 说月老马上就会跪着求自己结云了 只见他喊了声 行天 细宿在咸鱼里的上古战神显露出真面目 然后 就像月老对林诞所做的那样 行天也附上了九千世的身体 不同的是 这是九千世主动下令的 变身完毕 一个目露凶光 而且带着猫儿的男人出现 这个样子的男人有两种可能 一 他是个穷凶极恶的恶棍 二 他是个变态 但无论是哪种 月老都要大火临头了 好消息 好消息 我们的男主九千世 变身了 坏消息是 他要抓的月老 堵进了宅男 灵蛋体内 九千世 要是来应的 只会伤到作为外科的灵蛋 对月老一点影响也没有 当然这只是一般情况 对于九千世这种 抢夺他人神灵的老手来说 多的是办法 只听到九千 是用低声咆哮的声线 慢慢吼出四个字 神灵月老 脸上的拘束剧亮起不祥的红光 以疼痛与伤害为代价 红光铸造出一柄大剑 这把大剑蕴含着炎灵之力 名为炎兵 月老虽不知其中的奥妙 但也看得出敌人的威胁 卷起原线往侧一挡 可惜原线在九千世的炎兵面前 就像豆腐一样 被切断的时候 一点阻力都没有 月老慌了 他从未见过 有人能如此轻松地砍伤神灵 只需要正确说出 与目标神灵相关的信息 就能直接对神灵造成伤害 这便是炎兵的能力 用人类来做外壳 用缘分来抵挡 都是无效的 九千世再一次向月老伸出手 决定给他一个机会 月老宁笑一声 就正还想哭到我 装手重塑原线 向前袭来 九千世往后一闪 继续开始低吼 嘴角渐渐渗出了鲜血 司长缘分 这次炎兵的是月老的职责 见状不妙 月老撒出一张猿网 试图打断炎兵的铸造 九千世临时中断生成 增身一跃 用已生成的半截剑身 只一刀便将远往四分五裂 炎兵在空中铸造完毕 一刀向下劈来 还没等月老反应过来 身后又响起低吼 处于 废弃车站 第三把炎兵铸成 再一次确确实实地 砍在月老身上 终于 抵挡不住炎兵威力的月老 被强制显露出自己的躯体 区区人类竟然能让神灵强制显灵 月老感到难以置信 九千世发出了最后通牒 如果月老仍选择继续挨揍 他位于高维度的本体 也会受到重创 月老也知道 当一个男人问你三遍 要不要结婚 哦 是要不要结缘 说明他是认真的 但月老还是不明白 为何九千世那么需要自己 九千世告诉他 有了他就能加速与神灵结缘的速度 他最终的目的是与万神结缘 月老更加震惊了 这可是从未有人能做到的奇迹和伟业 九千世自信道嚣张地表示 因为自己跟所有的人都不同 自己是最强大 最特别的畜神者 向往躺平的月老马上意识到 要是真的跟这个男人结缘 自己的工作量也不会轻松 那可是要管理一万条人神源线的工作 不答应 就等着被灵神拒灭了 九千世用最轻松的语气 说着最凶残的话 这个男人是认真的 月老低下了头 九千世一把握住月老 尚有迟疑的手 双方手中画出一颗头子 头子上刻着的字 有缘有怨 这便是九千世特有的强制结缘仪式 强制结缘也并非百分百成功 亦可能结下怨恨 九千世自信地随手将头子一扔 头子在地上弹跳了几下 停下来 显露在上的正是一个原字 头子化为一束光进入了九千世的手机 屏幕里多出了一个名为月老大 看来神灵的管理也与时俱进地变得科技化 灵弹再次醒来 已经忘到了变态非主流 咸鱼 无人地铁站和头顶荷包弹的名 发现坐过了站 他慌忙地下了车 不小心撞倒了一位美女 一段新的缘分正在结成 地铁站口 行天对九千世调笑道 你有时候还是挺好人的嘛 马上遭到了九千世的虐待 不管怎么说 这个活了快一千岁的大坏蛋 今晚收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神灵 过世的序幕也完全落开了 我们的男主正在路上看着手机 你或许会说这有什么特别的 确定不是在水市场吗 其实特别的是手机里的东西 每一个APP都是一个神灵的名字 而右上角的红圈则是可以使用它们的次数 经过昨晚一场大战 男主九千世终于抢到了月老 此时离他结缘一万个神灵的目标还差六百了 头脑简单的行天也为九千世感到高兴 有了月老就可以不用担心结缘变结缘了 九千世你这么恶劣的性格 还真的很容易得罪神灵呢 下一秒 行天就为他的不惊大脑发言付出了代价 不过 行天的求饶声似乎有一点开心 玩闹归玩闹 结缘万神才是正经事 现在有了负责管理缘分的月老 想法可以再大肯一点了 直接去找神灵团体结缘吧 那可是一下子就能增加几十甚至几百个元神呢 就像之前遇到的神灵团体天罡地煞 九千世想起那次失败 不免有些懊恼 突然 有人打断了九千世的回应 一个工作人员拦住九千世 不让他继续往前走 九千世怎会乖乖听话 瞟了一眼前面的情景 直接定性对方是在搞什么非法集会 竟然还敢封路 对方连忙解释 这里是一个女团的户外演出场地范围 是有提前获得有关部门批准的 九千世的怒气值增加了百分之十 女团CBE48 火盗连咸鱼行天都知道 可惜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得罪了九千世 工作人员建议九千世稍微绕一下路 真的 只是稍微绕一下 九千世听完 怒气值直接充满百分之百 所以他直接往演出场地走去 当然了 入口有负责检票的工作人员 当然了 九千世没有门票 但他有神灵 只需要一张报纸碎片和一个寄俗在印章上的神灵 苍结 九千世现场印票 要路 不存在的 九千世顺利走进演出场地 居然有这么多无聊的人来看演出 要是稍微有点生意头脑 就该搞些门票来打败了 第一排卖个十五万应该没问题 稍微扯远了 我们来看回九千世 只见他稳定发挥的 故意地从一排观众前穿过 膝盖对撞 萌踩脚背 引来一片骂声 还要故意卖萌 发泄完怨气的九千世 走到演出场地另一边的出口 由于演出准备开始 正常是没有人要离场 工作人员也问九千世确定要走吗 九千世怎会放过一个伤害人心灵的机会 他说是的 我已经不爱他们了 舞台上 其中一位偶像不经意地看了九千世的背影一眼 此时的他还不知道 自己会因为这个从背后看 都知道是非主流的男人 提早迎来结局 舞台上 女团CBE48卖力地表演 舞台下 粉丝们激动万分 竟然还有狂热的女粉丝 表演结束后 这位戴眼镜的女粉丝 心满意足地正要离开 结果听到了前排的几个观众 在骂其中一名女团成员 而女粉丝最喜欢的 正是那位被骂的成员 女粉丝一听 马上冲上前去理论 而对方表示 关你屁事 女粉丝更加生气了 指着男人的鼻子说道 大家既然都是粉丝 又为什么要随意否定别人的偶像呢 但随即被纯路人打断了 你们还走不走 细分意识变得十分尴尬 什么 你说为什么要介绍这个戴眼镜的妹子 因为 她是我们的男主九千世的同事 而且是唯一的同事 九千世找了一份非常清闲的工作 作为自己普通人的伟装 而这份干了好几年的工作 就是在一家杂志社当员工 这是一家叫做万事万灵的杂志社 杂志社只有一本杂志 也叫万事万灵 是专门介绍都市传说的 但由于读者少 发售新开时间也不定 杂志本身也成为一个都市传说了 因此 在这上班真的算是非常清闲 你看 两个员工上班第一件事就是不教 然而 世界上所有的公司 只有一种情况不能摸语 那就是老板来巡视的时候 几个月都不露脸的杂志社老板 今天突然来上班了 这是一个连九千世都会稍微忌惮的女人 这位眼神和善的女人叫做一五 是万事万灵杂志社的老板 一五好久不来一次公司 一来就口出爆炎 但我们的男主九千世可是没在怕的 亲切友好的寒暄环节结束 一五问仅有的两名员工 新一期杂志要用的都市传说调查得怎样啊 九千世直接说结论 他负责的十二个都市传说都调查完了 哦 不对 还有一个关于废弃地铁站的传说 这十三个都市传说全都是戏子穿龙袍 假的 咸鱼行天在鲸鱼缸里吐槽 明明有几个就是真的 幸好神灵说的话只有有缘人才能听见 老板一五虽然经常翘班 但还是非常了解他的两名员工 听言 直接质问九千世 为什么几乎所有他负责调查的都市传说都是假的呢 言下之意就是一个死靓仔 是不是偷懒根本没去 别想一直骗我们的 九千世则反驳说 自己明明也调查出过真的都市传说啊 就像是三台公交车首尾相连绕圈 只要不断加速就能开几篷往异世界的大门 一旁的行天都忍不住笑出声 这个传说假的不能再假了 不知老板是真被九千世糊弄了过去 还是懒得继续跟傻子拉扯 老板改问眼镜妹了 眼镜妹则表示 他负责的四个有三个都是假消息 不过剩下的一个一定能搞出个大新闻来 九千世笑了 如果真要搞出个大新闻 杂志社就彻底凉凉了 上回说到 眼镜妹表示自己马上就能搞出一个大新闻 老板一五无视九千世的风凉化 连忙追问眼镜妹是啥大新闻 眼镜妹说 是一个关于女团的都市传说 好家伙 原来眼镜妹是想讲公祭司 利用杂志社经费和上班时间 去追自己喜爱的小偶像 不过眼镜妹编得倒是有模有样 她说 很多去看女团的观众 都觉得台上的那个她整场表演 一直看着自己 这不就跟蒙罗莉莎的微笑里的蒙罗莉莎一样神奇了吗 这一定是个值得深挖的都市传说 九千世得出结论 宅男们的自作多情罢了 可老板却认为这确实值得调查 正当无语的九千世在内心冷笑 你们两个女的就继续自欺欺人吧 下一期的杂志根本出不了 闲鱼行天突然想到 如果那个女团成员拥有千眼观音的元神 说不定真的能同时注视好几百人 九千世一听有可能是高级神灵的线索 马上来了干劲 眼镜妹敏锐地捕捉到了九千世的态度变化 当然她不可能知道九千世感兴趣的真正原因 只当九千世单纯地对女团感兴趣 于是她立马对九千世 安利自己喜爱的女团成员 九千世内心早已翻了上千的白眼 不耐老板也说九千世作为前辈 要多戴戴眼镜妹 看来这个女团演唱会是躲不过了 眼镜妹喋喋不休地说着 那个叫CBE48的女团怎么怎么好 九千世想起 自己昨天就是被这个女团惹毛过 想到这立马粗暴地打断眼镜妹的安利 表示自己一听到这个女团就烦 眼镜女震惊之余 马上开始联想 难道前辈不喜欢女人喜欢男人 就在眼镜妹进行更多限制级的脑补时 闲于行天劝九千世 还是跟眼镜妹去女团演出看看 万一真的碰上千眼观音 在月老的加持之下 说不定能跟观音结约 眼镜妹做梦也想不到 居然是一条咸鱼帮她成功安利 几个小时后 九千世和眼镜妹来到了女团专属的剧场 九千世是在场唯一一个兴奋不起来的人 眼镜妹突然发现九千世没有应援棒 连忙拿出自己的应援棒 要借给九千世 九千世言辞拒绝使用这种玩意 做隔壁的胖哥更是重量级 掏出一大把说自己还带了很多 千世表示不需要 自己也有 虽然不能发光 但是可以发臭 说话间 演出开始了 对九千世来说 这里比下季狗还能受 马上催促闲于行天快去寻找千眼观音的踪迹 没想到闲于行天也沉迷在偶像小姐姐的唱跳中 忘了自己的本质工作 活了九百多岁的九千世 难道今日就要命丧女团演出现场 你可曾有过这样的想法 啊 请给我一双没有看过某某东西的眼睛吧 很明显这是一种表达不想看到某某东西的说法 但如果你是个畜神者 这种事情是可以办到的 男主九千世为了不再受折磨 使用元神阳刃 瞬间获得一双新的卡字蓝带大眼睛 这样 九千世就不用再受台上女团和身边狂热粉丝的打扰 可以安心睡大觉了 睡梦中 九千世穿上了时下流行的汉服盲盒 这个梦他再熟悉不过了 毕竟这九百多年每一次睡着都是这个梦境 在梦里 一些手无寸铁的人被看上去是士兵的人屠戮 而九千世不知道的是 那些惨遭屠戮的都是他当年的家人 九千世已经看腻了 而且无论他做什么也无法改变这些人的命运 梦的结尾也是一样的 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在九千世面前 黑影一边抓住九千世 一边重复着同一句话 结缘万神 然后 黑影手中幻化出冰刃 直接刺入九千世口中 就算经历了数千次 九千世依旧会惨叫着惊喜 因为梦里的痛延续到了现实 不过这一次有点不一样 九千世发现自己还在剧场里 只是周围一片安静 一个清脆的女生说 那就请这位观众来提问吧 你是否有过射死的体验 所有人都看着你 而你只是因为在无意识 或者无法控制的状态下 做出了一些稍微出格的事情 就像明明在很吵闹的地方 你稍微大声了一点 碰巧这一刻周围都静下来 总之 你感到困惑 感到无助 感到羞耻 但九千世这个活了九百多年的恶人 并没有这方面的羞耻心 他在看演出时睡着 然后被噩梦吓醒时 碰上了演出的互动环境 台上做四一的小姐姐 以为九千世是个积极的子丝 于是选了他来向心仪的偶像提问题 九千世花了两秒 搞清楚当下的状况 随即 招牌坏效出现 咸鱼行天知道九千世又要使坏 与此同时 剧场里的拍摄设备 在没人操作的情况下 全部对准了九千世 但没人关心这个细小的灵异现象 九千世抢迫麦克风 大声质问台上的女孩们 你们以后要怎么办 这样的问题都有标准答案 女孩们一人一句 应对得漂亮且空洞 九千世要的不是这些虚伪的废话 他打断女孩们 我问的不是这种以后 而是你们老了 三十岁 四十岁以后 女团的队长虽然依旧微笑着 但能感觉到她的脸有细微的抽搐 既然有人花钱买门票进来 不是看演出 而是搞事情 每个人都会有年龄焦虑 但某些人会比其他人更焦虑一些 就像这些青春无敌的女团成员们 所以 九千世才故意问她们老了之后的打算 见女孩们只是微笑 九千世又补充道 你们之中能大红大紫的只有极少数 那其他人现在努力有什么意义呢 女团队长明白 必须终结这个男人的问话 她再次给出满分公式回答 只要努力过 这个过程便是意义 另一位大喇喇的女孩补充 别人我不清楚 反正我是一定会红的 这女孩名叫林林林 是眼睛妹最喜欢的 那个颇受争议的新人 也是前几天看着九千世 背影总神的那位 林林林的自大发言 让原本尴尬的会场变成了冷场 队长只好继续赴救 最终还是成功让粉丝们 都重新兴奋起来 大呼永远支持她 眼睛妹趁此机会 想拉九千世坐下 可是九千世还没有完够 坐在九千世旁边的小胖哥 忍不住怒了 大声说这里的所有人 特别是他自己 都会一直支持台上的小姐姐们 有这么多人支持的他们 是一定会红的 九千世直接笑出声 把矛头又转向小胖 小胖说的倒是好听 过几天又有新女团 或者新成员出现 小胖肯定马上又转去 喜欢新人了 小胖哥斩定截铁地说 不可能 又向队长表了刺忠心 可怜的小胖哥 还不知道眼前这个 不怀好意的男人 即将对他做出公开处刑 只见九千世从背包里 拿出一副太阳远镜带上 然后轻声呼唤神灵的名字 你听过北欧风格家具吗 但我们今天要说的是 北欧的命运三女神 她们是司长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三姐妹 九千世的元神 诺伦三女神寄宿在太阳眼睛上 只需要调节眼镜角的刻度 就能看到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景象 九千世一眼从小胖哥的现在 忘川到了她的过去 口中像在RAP一样 一个一个念着小胖哥 历来永远喜欢的女星 念到第八个的时候 小胖哥终于绷不住了 急着求九千世别说了 九千世反过来安慰小胖哥 大家都是这样的 其实都是骗自己 哪有什么纯洁唯一的爱 有的只是掩饰欲望的 见一个爱一个罢了 这番话直接把小胖哥说过方了 队长也终于忍无可忍 请我们的男主一场 眼镜妹作为带九千世入坑的真粉丝 听到逐客令直接晕了过去 偶像发话 粉丝们自然响应 纷纷大骂九千世 作为射牛的九千世 反而更兴奋了 直接寻嘲观众们 都生气了 是不是因为被我说中了 观众也不是吃素的 纷纷掏出手机 要拍下这个恶男的嘴脸 发上网 人肉他 这时 在一旁看戏吃瓜很久的咸鱼行天 终于察觉到不对劲了 马上提醒九千世 他们要来了 九千世反应迅速 一手操起他的专属武器 咸鱼 周围的场景一下子变暗 这是神灵才能制造出来的奇特空间 看来行天所说的他们 真的来了 九千世被抓进了一片漆黑的怪异空间 行天提醒九千世抬头看 漆黑的穹顶突然有数不清的星光闪烁 下一秒 星星开始坠落 九千世马上认出 这些星星是之前结怨了的神灵团体 天罡地煞 并1080P 同时眼间的九千世也发现 下坠的并不是星星 而是一条条的弹幕 弹幕们纷纷砸落在地面 扬起一片尘埃 尘埃稍微散去 一百多个身影出现在九千世面前 这些身穿制服 头上戴心的 看来是天罡地煞 没错 为首的神灵嘴巴微张 正要发话 九千世马上举起咸鱼挡在自己眼睛前面 这个预判完全正确 对面的神灵只要一说话 就会有一阵强光发出 刚说了几个字 咸鱼就已经快被闪瞎了眼 一个刚说完 其他的神灵同时开讲 原本昏暗的空间 突然变成了不断闪烁的白昼 可能各位也被闪到 看不清漫画里的对白了 这里就简单概括一下 他们说了些什么 这群天罡地煞 之前已经跟九千世干过一架 如今他们寄宿到了直播视频网站上 比之前更强了 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刚才九千世 看到的不是流星 而是弹幕 变得更科技化的天罡地煞们 可以透过任何连接到网上的设备 来观测这个世界 刚才他们就是在剧场的摄像机 和手机镜头里发现了九千世 这一大堆话 九千世可是一句也没听进去 他举起咸鱼 直接呼唤原神 行天 有仇 干就完了 九千世在剧烈的闪光中完成了变身 但变身后 还是非常谨慎的紧闭双眼 合体后连掌在九千世衣服上的行天 却慌了 喂 你可是闭眼了 我怎么办 你现在已经不是咸鱼形态了 也可以闭眼啊 白痴 行天恍然大悟 但又随即发现问题 我俩都闭眼了 那谁负责看敌人的位置啊 九千世狂笑着说 一对一百零八 闭着眼随便砍都能砍中敌人了 下面请欣赏一段 可能会闪下你的眼睛的战斗 只见敌人一个个换出了形式各种各样的兵器 九千世可不管那么多 上来就砍翻几个 但马上围上来了更多 四面八方招呼过来的兵刃将九千世插倒在地上 只见他狂吼一声 借助行天的战神霸气 又将一批敌人震飞 被震飞的星光武器又放倒了更外围的一圈敌人 趁着敌人感谢不敢上前的空荡 九千世喷洒到四周的血变成了黑色 重新回到九千世身上 这是承受了大量伤害后才能进入的黑凯形态 敌人再次围剿过来 但由血与怨恨构成的铠甲 完全防住了星光武器的伤害 再配合行天赋予的不祥兵刃 看敌人就像切菜一样简单 但敌人数量太多了 九千世对他们造成的伤害 也很快就被他们自我修复 九千世知道问题的所在 必须要用严冰才能切实地砍伤神灵 而严冰的内容早就在上一次的交手时耗尽了 强者并非从不抱怨还净 而是在明知在绝境中也能笑着面对 总有战胜这108个星宿的办法 要是没有 九千世也会战斗到自己完全站不起来为止 由于被砍中太多次 黑凯也终于撑不住 开始碎裂 但只要砍倒的比自己被砍得多 那就有希望获胜 伤势严重 体力消耗早已到极限的九千世 只是稍微喘了口气 就接着挑衅敌人 接着来啊 行天都看不下去了 劝九千世挺爽 九千世反而笑着说 最麻烦的是 越紧闭双眼就越忍不住要睁开啊 突然响起一阵掌声 能在这紧要关头 拍出不仅不慢节奏的 通常都是领导 果不其然 拍手的正是天罡地下的首领 当年与九千世结院的天奎心 天奎心称赞九千世 比起上次见面又强大了不少 这家伙不愧是星宿之首 说话时自带的闪光 连手下的星宿都有点扛不住 行天和九千世就更顶不住了 天奎心也不管大家的眼睛如何 继续说道 我很注意你们 我们来节院吧 这变故连九千世都被惊讶到 既然有节院神灵主动提出解除怨恨 行天开始猜测是不是越老发挥效果 但天奎心手下的星宿们倒是不乐意了 明明再打一会就能赢 为什么老大愿意讲和 天奎心没好气地训斥手下 你们这群蠢货 同伴被打倒了多少都不知道吗 现在他们寄宿的视频网站上 可选分辨率都已经远不足1080P了 换算一下就是原本108个 现在还剩61.5个了 众星秀这下彻底闭嘴了 面对天奎心提出的讲和 我们的男主九千世一如既往的得寸进尺 既然都解除怨恨了 不如再进一步 我们来结缘吧 天奎心则说 咱们的关系还是一步一步来吧 步子迈大了 我怕你扯了某个部位 九千世脑内快速权衡了一下状况 还是接受了天奎心的提议 只见九千世动作花勺的收起武器 拿出手机 对到天奎心面前 天奎心却说 在进行解除怨恨的仪式前 九千世还需要做一件事 那就是得先阅读用户条款并同意 真不愧是与时俱进 寄宿在视频网上的神明们 做事就是这么严谨 九千世听完 真是又好气又好笑 就说随便了 同意就是 你看喵的不要再说废话 闪我眼睛 天奎心却非常认真地说 不行 你都根本没看用户条款 九千世不屑地回答 啊 大家不都这样的吗 天奎心不依不饶 说别的地方可以 但我们这里不行 必须听他念完整个用户协议 才能同意解怨 九千世心想 我用咸语挡在眼睛前听 也勉强能熬过去 忙说好好好 你快念吧 行天一听傻眼了 那岂不就是只有自己受罪 没想到 天奎心的话 还有后半句 九千世必须睁开眼睛听 这才叫有诚意 天奎心要难煮九千世 睁开眼睛听他念完用户条款 才算是有诚意 但九千世知道 如果听话照做 估计没等天奎心念完第一句话 自己双金就会被强光闪到直接蒸发 变成永久失明 但面对任何难题 九千世总有解法 只见九千世转过身 被对天奎心忙碌了片刻 重新转回来的九千世 眼神变得清澈透亮到了许多 在场的星秀们当然不知道 九千世再次使用元神杨刃 给自己覆盖了一双假影 杨刃有点慌 因为现在是由他来承受闪光了 天奎心开始大声朗误 九千世眼都不眨一下 白光吞噬了一切 不知过了多久 色彩才回到视野中 但十字星形的影子 依旧映在视网膜上 足见天颓心发出的光有多可怕 九千世重新适应起周围的光线 却发现自己回到了现实世界 急忙翻出手机 点开了一个叫院的文件夹 里面的一个画着三颗星星的图标 终于能够删除了 这代表那群星秀 与自己终于化解了仇怨 九千世感觉轻松了不少 放松下来的九千世突然发现 自己戴着的手套已经破损 这是神灵阳刃受到严重伤害的表现 看来代价还不小 九千世顿时不爽起来 咸鱼被九千世随手扔出的手套一砸 里头的邢天也终于醒了过来 原来可怜的邢天也被强光闪晕了过去 一看周围 发现已经不是女团表演的现场 对小姐姐念念不舍的邢天感到非常失望 九千世解释道 与天刚必煞会面的只有自己的意识 至于自己的肉体和邢天的寄宿物咸鱼 当然被工作人员扔出会场了 无可奈何的邢天突然又想起一件不妙的事 当时九千世被一群观众用手机录下了视频 估计现在已经发到网上 传播开了 肯定有一大群键盘侠在喷九千世 九千世则表示自己毫不在意那些网上的喷子 耿直的邢天忍不住拆台 那只是因为九千世的原神里 没有能篡改网络数据的而已 要是刚才能跟天刚地煞结缘 就可以让他们去改写视频的弹幕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邢天马上就被九千世奖励了一番 突然 九千世的手机传来一声提示音 九千世拿起手机一看 月老的图标右上角多了一个红圈 红圈里的数字是1 这意味着能使用月老的次数已经刷新 九千世露出招牌的坏效 邪恶的计划瞬间在他脑中完成 这次倒霉的会是谁呢 很多人天天都要去地铁站 但我们的男主九千世这是第二次去 而且准确地说 他只是路过地铁站 他要去的是月老的自在秘境 这里可以说是月老的家 九千世招呼也不打 先来上一句抱怨 说月老寄宿在地铁站 而地铁站不像咸鱼 手套 太阳拟净 不能随身携带 真是不方便 月老一脸不爽地回应 不方便就少来找自己 自己可是很忙的 九千世和咸鱼一问一答 你看到蜘蛛网了吗 没有爱 那看来月老的工作量大幅减少了 月老冷哼一声 工作量是减少了 但工作难度直线上升了 这几百年里 九千世光顾着节元神灵 却几乎不去维系彼此之间的神迹关系 九千世说 当然有维系啊 闲鱼行天补充 逢年过节 九千世都会给所有元神发问后的同性 随着时代变迁 发问后真的越来越方便了 月老血压终于爆了 好吼道 这样做根本就不会提升元神的好感度 每个神灵都有自己的喜好 必须有针对性的去攻略他们才行 九千世露出一脸的不耐烦 月老接着说 自己已经统计并整理好所有神灵的喜好 要九千世认真阅读 以及做好与神灵之间的互动 这可是一项大工程 看来月老也是个傲娇 嘴上说着很忙 别来烦我 背地里却是全心全意为九千世着醒 而九千世若无其事的岔开话题 那些事情以后再说 这次来是有重要的工作要月老去做 试想一下 你辛辛苦苦完成的工作交给领导 领导看都没看就说啊 那些不重要 现在有更紧急的任务要交给你 你会怎么做 辞职还是辞职 然而我们的可怜的月老却没有得选 他只能问 新的任务是要做什么 九千世脸上露出反派的笑容 他要月老去改动那个女团 其中一个成员的原先 让他与渣男恋爱 这样就能让那些虚伪又恶心的粉丝崩溃 好家伙 原来九千世嘴里说着 不介意被那些粉丝在网上骂自己 转头却要搞个大报复给他们 月老听到这么离谱的要求 忍不住阴阳怪气了起来 九千世却把月老的话当作夸奖 并表示照做就舍 月老更生气了 九千世为了报复粉丝 居然不惜毁掉一个少女偶像的前途 九千世看着月老不乐意的样子笑 越表现出抗拒 就越和九千世的胃狗 因为九千世最喜欢用武力 强迫别人做他不想做的事 看着九千世戴上了口罩 月老马上意识到九千世要干嘛 但已经开始了 利用结缘规则 九千世强制召唤月老为自己服务 月老无法反抗规则 只能极不情愿地拔下自己一根头发 头发在月老手中瞬间化作一段红线 然后月老问九千世 要用红线绑起来的两个人到底姓甚名谁 这个男人可以任意修改人世间随意两人的关系 而他第一次使用这能力 却是要让一个少女偶像与渣男恋爱 因为九千世使用了强制命令 作为他的元神的月老只能乖乖听话 询问九千世要拉上红线的两人叫什么名字 这可难住了九千世 毕竟他完全没有在意过那群小偶像叫什么名字 他只想让他们出仇 让他们的粉丝难受 倒是闲于行天看完了半场演唱会后 就成为了女团的真粉丝 还马上说出了队长的名字 陈角 九千世一听 就决定让月老将红线一端绑在队长身上 月老非常不爽 但只能照做 结果却查无此人 红线弹回 陈角原来是一名 九千世在坑人方面绝不含糊 他努力地回忆 居然让他真的想起另一个成员的名字 零零零 这下可以了 月老又问 那渣男是随便挑吗 这个问题完全就在九千世的专业领域 他又怎么可能让月老随便挑选 轻轻松松就向月老科普了一大堆 成为渣男必须要具备的特质 月老吐槽 啊 那不就是你吗 非常有自知之明的九千世则表示 那必须是比我还要渣 得是最渣的渣男才行 月老不再反驳 乖乖照办 红线结成 因缘注定 九千世满意地离开了 此时他还不知道红线的另一头就是他自己 毕竟在月老看来 比今天的九千世更渣的 也就只有明天的九千世了 这个坐拥九千四百个神灵的男人 还不知道自己即将大难临头 只见他和往常一样 懒散地回公司睡回笼觉 伸向门把手前的一瞬间 我们的男主九千世顿住了 他想起了杂志社里唯一的同事 远镜妹 昨天九千世是跟眼镜妹一起去看的演出 结果九千世大闹会场 让眼镜妹颜面尽失 今天见面了 他肯定会又哭又闹 不过九千世也只是犹豫了两秒钟 因为他看了下背包 今天戴在身上的神灵 有八十九种方法让眼镜妹闭嘴 九千世刚进门 眼镜妹就笑容满面地迎了上来 这个展开完全出乎九千世所料 眼镜妹不止心情愉悦 还买了各种早餐 要请九千世吃 觉得非常诡异的九千世 以自己从不空腹吃早餐为由 拒绝了 眼镜妹也不生气 依旧热情地请九千世入座 说九千世的座位 自己已经提前蛮好 九千世意识到事情非常严重 接着眼镜妹拿出各种饮料 问九千世要喝什么 九千世确定眼镜妹病了 而且病得不轻 眼镜妹却表示自己没病 而是感觉非常很好 并且还非常感谢 九千世昨天的所作所为 邢天和九千世都觉得奇怪 眼镜妹不应该恨九千世才对吗 眼镜妹说了的开头就没继续 只是情绪高涨的 在九千世身边哼着个绕圈 连咸鱼行天都看得出 眼镜妹是在等九千世问他 他才会继续往下说 九千世自然不会顺他意 就是不问 眼镜妹先忍不住 在九千世耳边低语 前辈 难道你就不想知道 昨晚发生了什么吗 九千世非常坚定地回答 嗯 你一点也不想 这个男人有着普天之下 最强的吃瓜技术 他根本不需要 向任何人打听瓜的发展 只需要直接使用神灵的力量 去窥视目标的记忆就好 九千世嘴上说着不想知道 却悄悄用奥丁度压的力量 直接复盘眼镜妹昨晚遭遇 原来昨天眼镜妹 被九千世的破壳行为 吓到晕过去 直到演出结束 才被工作人员喊醒 请来后 眼镜妹第一时间 拿出应援帮赞场血迹 在他认知里 九千世应该已经被狂热粉丝 打到顺怨不知才对 化作乌鸦进行复盘的九千世 看得火猫三丈 工作人员向眼镜妹解释 那个扰乱演出的人没被打 只是被请出去了 接着再次催促眼镜妹离开 然而眼镜妹看了一眼舞台 突然跳起 轻盈地踏着观众席靠背 朝舞台飞奔而去 跳上了舞台后 直接钻进了后台 不顾身后工作人员的呼喊 越跑越快 原来眼镜妹要去后台 找女团成员 替九千世向他们道歉 化作乌鸦旁观的九千世 更加不爽了 但这毕竟是 昨晚发生的事的重现 九千世无法干涉 只能继续往后看 只见眼镜妹前方 出现了一名安保人员 面对安保人员的制止 眼镜妹依旧没有停下 双方都掏出了家伙 身影交错而过 依旧站立着的 是眼镜妹 前方有光的地方 就是女团成员的休息室了 因为看上去是经纪人的女士 听到吵闹声走出来 这是最后一道障碍 雨还为了能见到自己的偶像 过五官 斩六将 眼看就要进到偶像的休息室了 最后一道障碍是偶像团的经纪人 眼镜妹改变策略 不再用强 而是主打一个真诚 说自己是记者 想采访一下女团成员 眼镜妹又是亮正见 又是自爆家门 结果对方根本没听说过万事万灵这本杂志 幸运的是 女团的队长听说过 而且不单只听说过 还是杂志的忠实读者 四舍五入等于追星成功的眼镜妹 仿佛置身天国 于是眼镜妹再次提出要采访女团 擅长应对粉丝的队长 马上就答应了 既然最红的队长都这么说了 经纪人也只好同意才子 队长让眼镜妹尽休息室 在自己的位置慢慢聊 眼镜妹却说 其实还想采访另一位成员 这么明显的以公谋私 聪明的队长一眼就看出来了 作为乌鸦旁观的九千世 也认出000 想起自己已经让月老 安排他跟一个渣男恋爱 九千世露出了经典的反派笑容 这时 眼镜妹突然想起 还有一件正事没办 那就是替九千世 向偶像道歉 眼镜妹打开手机 找了张 估计是从杂志拍下来的 九千世黑白头像 再用手机的修图功能 将九千世改成和善的笑脸 然后眼镜妹举着九千世的笑脸 大声地表达了歉意 旁观的行天笑出了声 表示这照片真的很像一照 九千世咬牙切齿地说道 眼镜妹 你给我等着 这个女孩利用植物之便 换来一次与自己最喜欢的偶像 面对面聊天的机会 她做的第一件事 却是打开手机的一张黑白照片 然后代替照片上的人向两位偶像道歉 新人大啦啦地说 嘿 不喜欢他们的人多着呢 队长则圆滑地表示 希望能慢慢得到这些黑粉的认可 化作乌鸦旁观的九千世 嘲笑那个名叫零零零的新人 连装也不装一下 这种性格当偶像绝对没前途 而作为脑残粉的眼镜妹 自然是不管听到偶像说什么 都能感动至极的 接着 眼镜妹进行了几轮 看起来还挺专业的访问 走之前 队长提出 让零零零帮眼镜妹签个名 眼镜妹一听 双眼放光 心里估计都暗暗发誓 下辈子也要当这个女团的粉丝了 马上拿出了自己最真爱的应援灯吧 请最爱的偶像在上面签名 化作乌鸦旁观的行天 也看羡慕了 她也想要一份签名 九千是大无语 这时 经纪人提着重重的外卖进休息室 原来有成员点了甜品当宵夜 零零零见队长不吃 以为队长减肥 就说可以帮忙消灭 队长拍开了零零零的手 说要给粉丝眼镜妹尝尝 她真的不浪费任何一个 增加粉丝好感的机会 受宠若惊的眼镜妹 此时脑内已光速思考着 这碗糖水本来是给零零零的 现在给我喝了 岂不是等于间接Kiss 旁观的九千是已经无力吐槽 女孩和心爱的偶像 一起品尝着清凉的宵夜 下一秒却从宵夜里吃出了苍蝇 正在大口喝着糖水的零零零 听到苍蝇二字 没忍住 直接喷了 眼镜妹这才看清 吃到的不是苍蝇 而是黑枸杞 但眼镜妹的衣服 已经被零零零喷湿了 当然 眼镜妹本人是一点也不嫌弃 甚至是内心狂喜的 毕竟那是偶像喷的 可是这情况就连大大咧咧的 零零零也觉得不同 拉起眼镜妹的手 带她来到更衣室 将自己身上穿的私服 给眼镜妹换上 因为零零零自己还有演出服 可以穿那套回宿舍 这几下突如其来的福利 让眼镜妹觉得 今晚花光了自己一辈子的运气也值了 一直化作乌鸦旁观的九千是 选择了退出眼镜妹的记忆重播 九千是从现实中醒来 总算搞清楚眼镜妹暗爽的原因 她是把昨晚一些猎奇遇的起因 归结在了九千是当中闹市上了 九千是自然非常不爽 不过 她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那就是上网等待爆炸性新闻的出现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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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狂按F刷新 也还是没有 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辛勤工作了一天的九千是 决定下班 下班前抱有最后希望的 再刷新了几次 依旧没有她期待的那条 关于女团成员私下恋爱的新闻 难道月老失守了 这个态度恶劣的男人还不知道 她的桃花运马上就要来了 要细究的话 这段姻缘还是九千是自己受益月老去办的 可她并不知道自己的指令里的漏洞被月老利用 红线到头来还是绑在了自己身上 此时的九千是正走在下班回家的路上 走路不看路这种没素质行为 她做起来就像呼吸一样简单 九千是看得入迷的正是之前月老发给自己的关于神灵喜好的资料 神灵的喜好千奇百怪 有的甚至喜欢泡菜酸豆角 看着看着刚好翻到了邢天的档案 原来邢天最喜欢的是茄子 邢天听了还有点小害羞 接着九千是又看到另一位结缘神灵之女的资料 那小丫头喜欢草莓华夫饼 真是既合理又没创意 有时候就是这么巧 九千是偶然抬头 发现自己正好站在一家面包店门口 九千是想都没想就走进了店 邢天意识到九千是打算送礼物给之女 而不是去菜市场买根茄子送给自己 有些小失望 进了店 九千是还没开始挑华夫饼 店员就开始劈头盖脸的介绍 今天是本店五周年店庆 要是顾客也是今天生日就能享受五折优惠 九千是笑得像个反派 想也不想的就说自己刚好是今天生日 店员被反派弃场压得后退了一步 但还是留着汗请九千是出示证明 拥有九千四百个神灵的男人 当然不会被这种要求难倒 九千是打开手机 唤醒寂寞在蜡烛表情里的神灵受醒 瞬间就改写了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 这个男人在走进面包店前还是个单身孔 但在他离开时 却与一位女团成员结下缘分 九千是利用寿醒将自己的生日赶上了今天 店员确认后表示九千是可以享受五折优惠 当然了 九千是也不缺这点钱 他就是想用一下寿醒的能力罢了 毕竟一辈子有多少情况需要修改生日日期 稍微走了几步 九千是就发现了要买的草莓味华夫品 这就是织女喜欢的食物没错了 我们的男主打算用他来增加织女对自己的好感度 九千是指着华夫饼要店员来三个 巧合的是 一根纤细的食指与九千式的食指同时对上了 月老的红线终于在冥冥中结成 九千是抬头望向纤细食指的主人 仿佛被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击中 不由地猛地抓住自己的胸口 咸鱼行天紧张地问九千是怎么了 难道是旧伤复发吗 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的九千式终于确认 这种悸动是心如小鹿乱撞的感觉 这是对眼前女生有感觉 还是真的被露在撞 回头一看 兽性正调皮地骑着路拱自己 还露出一脸坏笑 九千式举手就是一咸鱼卡过去 结果这一挥产生了更大的巧合 先是吓到了一名顾客 顾客跌落的蛋糕又滑倒了 捧着蛋糕的店员 店员脱手的蛋糕的奶油 又撒在了九千式和那名鸭蛇帽女生的胸前 奶油竟然形成了一个爱心的形状 这下是真爱没跑了 注意看 这个男人将要和小他九千三百多岁的女生 读入爱河 转眼来到了第二天 羽团成员000又戴着鸭蛇帽和口罩逛街 他走进一家口罩专卖店 一眼就看中了一款可爱的口罩 正要去拿时 从旁边伸来一只大手 原 妙不可 可能搞错了 000主动把那款口罩让给小胖哥 很快 000又发现了一款喜欢的口罩 但口罩挂得太高了 000够不着 就在这时 又有一只手伸向了过来 000以为那是来帮忙的店员 结果那只手晾出了一条咸鱼 干脆利落地叼下了口罩 000转头向店员说 自己想拿的不是这款 旁边站着的人不是什么店员 原来是九千十 两人认出了对方 就是昨天在蛋糕店一起被奶油打中的人 原 真的妙不可言 其实也没多妙不可言 这都是在月老神能干涉下必然会发生的事 你看 小胖哥又送上一波助攻 两人关系瞬间拉近 美妙地邂逅并未减少九千十的力气 他火大的呼唤元神 弥勒 将自己与000身上的脂肪掐了下来 然后揉成一团大脂肪 扔在小胖哥身上 小胖哥瞬间又胖了十斤 大概是错觉吧 小胖疑惑了一下 开了瓶可乐压压惊 当然了 9000是操控神灵的行为 一般人是看不见的 所以000也不知道 刚才九千是又是摸自己手 又是朝小胖哥甩手是在干嘛 面对000的疑问 9000是实话实说 是在用脂肪砸他 000只当9000是开了个玩笑 吃得笑出了声 在灿烂的笑容之下 氛围开始变得微妙起来 这对男女在神灵月老的操弄下 必然会擦出爱的火花 然后其中一方将会以惨死收场 9000是与000走出店门口 老天爷识相地下起雨来 年幼时也看过不少恋爱电影的000 意识到这是个进一步拉近两人关系的绝妙时刻 只不过 眼前的男人会怎样做呢 难道他会用绳子和钩子把咸鱼甩起来 就像螺旋桨一样挡住雨滴 000被自己的胡思乱想逗乐了 一旁的9000是莫名其妙 为了缓解尴尬 000拿出自己的雨伞 说可以送9000是一场 咸鱼行天听了000的询问 嘲笑他真的很傻很天真 9000是手上大把可以改变天气的神灵 哪用你这个女人来多管闲事 下一秒 9000是点了点头 这不对劲 行天愣住了 这是他从未想象过的景象 9000是居然会跟女人撑着一把伞在雨中漫步 也不知道是咸000把伞拿得太矮 还是为了展现身世风度 9000是把伞往000那边推了过去 在000眼中 这当然是由于后者的原因 雨越下越大 或许是老天爷想用青藤大雨来冲刷掉 这一对男女散发出的甜蜜 两人决定还是到旁边的公交站躲一下雨 男人此刻还不知道 身边那位对自己有好感的女孩 正是身后广告牌里光鲜亮丽的女偶像 二人正在躲雨 没意会来了两个破坏气氛的男人 新来的两男还没站稳 就先点上烟 雨下个不停 百无聊赖的两男开始评论起身后的灯香广告 其中的短发男念出组合名 000不确定两人是否是粉丝 有点戒备但又有点期待两人对自己组合的评价 下一秒 长发男直接吐槽广告上的000 这么丑也能当偶像 说着还将烟灰弹在000的肖像上 短发男制止了同伴 说别这样 看来他可能是女团的粉丝 说完短发男将整根烟 问在000肖像的眼睛上 原来他说别这样 是觉得同伴的行为还是太客气了 两男笑得好开心 一旁的000忍不住了 但九千世的动作比000更快 他站在两男身后 友好的称呼他们为垃圾 礼貌地请他们助手 两男瞬间被激怒 九千世直接召唤行天 本来只看个体实力 九千世对两男就已经是将为打击 结果九千世还用上了神灵的力量 只见他用咸鱼轻松拨开长发男的一拳 长发男的胳膊直接断裂 九千世挑衅地甩了甩手中的咸鱼 咸鱼竟然发出了金属光泽 但两男依旧觉得优势在我 并不打算逃走 这个男人手中的咸鱼里 住着上古战神行天 男人只是用咸鱼轻轻一挡 就让对手断了一边胳膊 行天突然意识到 九千世之所以要承接这两个下头男 是因为这个车站的灯箱广告里 也寄宿着一个九千世的结缘神灵 钟吴燕 两下头男刚才用烟头在灯箱上弄来弄去的 这是对钟吴燕何等的不敬 而在零零零眼中 九千世是为了自己才强出头发 真相到底是哪种呢 只有九千世本人知道 或许他只是心血来潮 想找两个人练练手 只见长发男率先猛冲上来连续出拳 看着很能打 但很可惜连九千世的衣角都站不到 抓住出招空隙 九千世一咸鱼再次敲在长发男的手腕上 见一个上钩咸鱼 再猛的一砸 长发男直接倒不不起 九千世用眼瞟了瞟短发男 短发男只能硬着头皮上 看着九千世闪避拳击这么利索 他改变对策 想先擒抱住九千世 九千世一个侧身就闪躲开来 顺势一咸鱼敲在了短发男的后脑勺上 短发男一个踉跄往前倒去 迎接他的却是九千世的膝盖 胃部受到重击的短发男狂偶不止 但我们的男主仍没有收手的意思 一记咸鱼拳雷打 就把短发男打飞到广告板上 在绝境下 两男爆发出了极强的求生欲 从地上爬起来互相搀扶着落荒而逃 九千世走回车站捡起咸鱼时发现 自己一时没控制住力度 把灯箱砸出了个坑 行天吐槽道 这对钟无燕的伤害 似乎比那两个男人的烟头更深 就在这时 手机响起收到信息的铃声 九千世一看 是钟无燕发来的 原来钟无燕寄宿的 是马路对面的车站 这下可真是尴尬了 九千世叹了口气 下一秒 突然感觉背后一阵温暖 是零零零 他紧紧地抱住了九千世 上古战神行天 正在自己的小卧里写日记 十月二日 请 今天九千世骑自行车被人撞了 撞他的事 之前在公交车站抱住他的女生 不正常的是 九千世居然没有生气 十月三日 请 今天我问九千世 是不是喜欢那个女生 他说不是 跟往常不一样 他也没有生气 没有弄 十月四日 请 九千世最近破天荒 开始做好事 又修改红绿灯 扶老奶奶过马路 还砍树帮小女孩拿气球 他真是非常非常反常 忠心的行天 觉得自己必须做点什么 来让九千世恢复正常 退出了自己的自在秘境 行天回到现实 发现九千世 坐姿文艺地看着手机 嘴角还带着一丝微笑 行天没话找话 问九千世在干嘛 九千世眼睛不理手机 敷衍的说没什么 就聊聊天而已 不对劲 九千世你从来都不喜欢手机聊天的 难道又是跟他的女生 为什么他会是你的好影 行天知道事态已经非常严重了 马上说要看看他俩在聊什么 九千世倒也没所谓 直接把手机屏对给咸鱼看 真是非常没有营养的对话 然而行天一眼就看到了关键所在 九千世的头像不再是自己的咸鱼亮照 而是跟那个女人用起了情头 这天夜里 男人养的咸鱼吃醋了 原因竟是男人不再用他的鱼照当账号头像 面对咸鱼行天的质问 九千世也不生气 只是说偶尔换换头像就能换种心情 行天一点也不信 你从来都没有换过头像 你就是想跟那个女的用情头 九千世带着一丝微笑 大方地承认了 把咸鱼气到躺平 行天咬牙切实地说 九千世 你变了 九千世居然只是敷衍地回了剧 有吗 行天更加生气了 激动地快要把自己坚守 有 当然有 自从九千世遇到那个女孩 就变得很奇怪 九千世是不应该喜欢上那个女孩的 因为九千世根本不可能会喜欢上任何人 九百多年前 他就已经感受不到任何美好的情绪 听了行天的怒斥 九千世冷笑一声 喜欢 我才不是喜欢他 接着 九千世说出了犹如世界明年一样的感叹 我只是喜欢喜欢这种感觉罢了 虽然咸鱼不能做表情 但可以看得出他已经被气昏了 最终 行天放弃用谈话让九千世清醒过来 他决定要做些更实际的事情 于是行天借口要去寻找新的神灵踪迹 让九千世将自己连上无线网络 九千世眼睛还是不离手机 嘴上敷衍地夸奖了几句行天 身子却不挪屋 别聊天了 快点办正事 咸鱼彻底愤怒 九千世这才不情不愿地照做 将鱼头拔下来放置在路由器上 连上网络的行天 大不留心地朝某个神灵的住所跑去 这个男人将咸鱼的鱼骨放在路由器上 并不是为了让网速快一点 而是因为寄宿在咸鱼里的行天要上网 接入网络的行天急匆匆跑去找月老 他怀疑九千世最近的奇怪举动与月老有关 到了月老的自在秘境 行天一看 四周都空荡荡的 不见月老踪迹 正觉奇怪的行天突然看到了一块牌子 上面写着本日月时 行天认识每一个字 却不知道连起来是什么意思 好奇的行天越过牌子 往地铁站的深处走去 走了一阵子 前面似乎有交谈声 行天从一根大柱子后悄悄伸出耳朵 听见有好多声音在聊天 聊天的内容像是一群office lady 对工作的抱怨和八卦 行天再探出一点 让眼睛也能发挥作用 月老竟然和一群同样头顶月亮的神灵在聚会 九千世的月老一回头 一眼就发现了躲在柱子后的行天 啊 是你 这一下 所有神都看了过来 这个长得像球一样的行天实在太可爱了 好几个小姐姐一起围上来 小弟弟快来玩呀 越来越多的神灵都加入了调戏行天的行列 被围的水泄不通的行天悄悄伸出一只手来跟九千世的月老对话 这些神灵都是谁啊 行天问道 大家都是月老 月老回答 每当月时 他们就会举行聚餐活动 倒是行天 来这里干嘛 行天把自己的疑惑说出 他想问一下是不是月老不小心搞错了什么 给九千世绑上了一根红线 月老一脸心虚的挪开了视线 如果你能支持月老帮你跟任意的人牵红线 你会怎么做 你或许会为所欲为 不过可要当心月老跟你玩文字游戏 就像九千世的月老 确实是按照九千世的命令 将女团成员000与最渣的渣男用红线绑上 不过那个渣男却是九千世本人 行天察觉到不对劲 直接偷偷跑来询问月老 月老没有回答 而是大声提议大家一起来玩国王游戏 已经喝得有点高的月老们欢呼雀跃 行天也被强迫加入游戏 淹没在月老之中 他的质问也被糊弄过去了 第二天 九千世依旧散发着诡异的善良气场 每次都被九千世粗暴对待的派传单小哥 一看到九千世脸都黑了 没想到今天九千世主动接过传单 还跟他说辛苦吗 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路上 九千世问行天昨晚连上网络后 有没有什么收获 行天却喃喃着说什么自己不是国王 很显然 行天还没从昨晚的国王游戏中走出来 九千世听完行天的胡言乱语 担心行天是不是生病了 行天恢复了些许理智 求九千世不要对自己这么好 快变回一个正常的恶人吧 九千世温柔地抱紧行天 让他别胡思乱想了 病了就要好好休息 这诡异的一幕 正好被干货店的老板看到了 老板卖了几十年咸鱼 从未见过有人对一条咸鱼 如此充满爱心 你可知什么是天煞孤星命格 这种命格会害死身边的亲人好友 因此男人活着的九百多年里 一直都是孤身一人 直到前几天 一个女孩爱上了她 今天 万事万灵杂志社的社长 又来上班了 上次开会时 眼镜妹提出的 关于女团的都市传说 最终也没调查出个所以然 因此社长需要确定下期杂志能用的都市传说 眼镜妹信心满满 提出了新的选题 关于天煞孤星的都市传说 社长让眼镜妹展开说说 于是眼镜妹开始介绍 传说中 天煞孤星是一种大凶之像 具有此命格的人注定行亲客运 反而自己却不会遭到厄运 眼镜妹不知道的是 她的前辈 我们的男主 九千世就是天煞孤星的典型代表 之所以社长和眼镜妹还活得好好的 是因为他们跟九千世的关系非常疏远 这个男人平时好像身边有亲切的社长 可爱的后辈 但却始终是独自一人前行 眼镜妹最后总结 天煞孤星之人一生孤独 非常悲剧 这不是古代传说吗 社长问道 可杂志要的是现代的都市传说 眼镜妹马上解释 这个古代的传说如今有了传新的版本 在年轻人里非常流行 那就是只要连续一周 吃某种奇怪的蘑菇 就会变成天煞孤星的命格 这就是眼镜妹要调查的选题 社长一听 这不就是个谐音梗吗 据说有种奇怪的蘑菇 只要连续吃上一周 就会改变人的命格 眼镜妹这个听上去就不靠谱的选题 竟然说服了社长 九千世一听就笑了起来 一眼假的传闻罢了 社长用那双可以动穿灵魂的眼睛 看着九千世 意思是那你要调查的都市传说是什么 九千世一脸认真的宣布 自己想去调查一下 究竟有多少对一见钟情 然后结婚超过五十年依旧相爱的夫妻 听了这番发言 两位都表示没毛病 如果真有这样的夫妻 确实可以算得上是都市传说了 九千世听了 露出非常痛心疾首的表情 这表明这个时代的人 已经不相信纯洁的爱情了 而万事万灵这宣导真善美的杂志 必须证明爱的存在 让腐朽扭曲的现代人挥足正常 眼镜魂听完九千世这段慷慨激昂 且完全不像是他会说的发言 惊讶到下巴脱臼 社长则有点担心地问 九千世最近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看起来社长似乎知道点什么东西 九千世却表示最近挺好的 没得罪谁 只有傻傻的眼镜魂天真的一位 这个大恶人的改变是因为跟自己去看了女团的表演 被爱感化了 九千世汇报完 就拿起了背包要走 社长以为九千世是去调查选题 九千世却非常诚实地说有私事要请假 要知道如果是以前的九千世 随口编个理由才是日常 眼镜魂更确定 九千世就是跟自己看了女团的表演 才会变成如此善良的人 社长则表示 既然你这么诚实地向我请假 就算你矿工半天好了 这个男人明明可以借外出采访为名 投留出公司约会 然而他却诚实地向领导请假 换来背集矿工的待遇 现在这个异常的九千世 根本不会在意这种事 他开心地打起了电话 电话的那头是他的约会对象 打着打着 九千世的笑容渐渐消失了 看样子对象临时有工作要忙 既然约会取消 那就去工作吧 看着九千世的没落的背影 眼镜魂感到了一股恋爱的酸臭味 再仔细闻闻 原来是手里的酸奶过期了 另一边 000刚取消了更有好感的男生约会 也显得有点失落 队长过来问000发生什么了 最近一直都不在状态 000非常直接 坎言说自己好像恋爱了 队长被惊到了 脸色一沉 严肃地说 当偶像最重要的一条规则 就是禁止恋爱 要是粉丝知道你在和别人恋爱 马上会离你而去 你的偶像生涯也会就此终止 000知道这是事实 但还是对偶像的现状感到不紧 明明当偶像只是贩卖梦想 却为什么要连喜欢人的权利 都要牺牲掉 队长平静下来 直言道 问出这种问题 说明000太小看着行了 也缺乏觉悟 不如还是早点退出 面对队长毫不掩饰的敌意 一贯真性情的000反而不觉得讨厌 接着 队长才展露出八卦之心 好奇地问那个人是不是粉丝 大概不是吧 000说着直接打开了手机里的照片 队长瞳孔地震了 震惊的程度 不亚于刚才的恋爱宣言 这不就是那个在演出现场捣乱的垃圾男人吗 与孩子是谈了的恋爱 没想到却把命搭进去了 上回说到 队长看到000手机里的合照 立马认出照片里的男人 就是前几天在演出现场搞事的恶人 奇怪的是 000为什么没认出来呢 除了受到月老红线的影响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000的超级近视野 原来000在舞台上 根本看不清台下观众的长相 队长已经无力吐槽000的势力和貌势 但也补了剧 现在知道的是她 你对她的感觉应该差了很多吧 被爱情冲昏头脑的000甜蜜地说 不会啊 队长知道再说也是浪费口水 便不在理000 000也没所谓 她只要看着手机里的合照 就觉得心里暖暖的 就在这时 000身后的镜子里出现了一道鲜红的轨迹 那是月老的红线吗 不 那是黑无常锁命的冰刃 镜子毫无征兆的乍链 000吓得扑倒在地 一块锋利的玻璃碎片插进了000的右手 练武士的其他成员急忙赶过来 却没人发现镜子倒映里的黑无常 黑无常再一次举起鲜红钉刃 一阵奇怪的声响让她停下了动作 是口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 一看 原来自己最喜欢手游的体力值已经恢复完毕 黑无常高兴地启动了游戏 夺命行动暂时终止 这个女人是偶像团的队长 她刚得知团队里一名成员恋爱了 于是她马上满脸堆笑地去找上级管理人员 不过 队长没有直接向上级告发000 她只是想要前几天闯进成员休息的 那名女记者的联系方式 看来她想通过找眼镜妹 问到九千时的相关信息 管理人员正要把女记者的电话告诉队长 突然她意识到这样似乎不符合公司规定 于是拒绝了队长的请求 就在这时 有成员慌张地冲进来说 练武只出了意外 有成员流血受伤了 管理慌忙起身去查看现场的状况 队长本来也想跟过去 却一眼瞟到管理人员的手机 就放在桌上 还没锁 好机会 队长拿起来稍微翻找了一下 找到了眼镜妹的联络方式 说回眼镜妹的唯一同事 也是我们的男主九千世 九千世正在公园访问两位老人 历经这么多年 还能保持甜蜜关系的秘诀是什么 可是两位老人似乎听不太清 依旧处于被月老红线影响的九千世 擅自得出了示爱的结论 一阵双方不在同一频道的采访结束后 九千世还和两位老人合影留念 最后 九千世祝福两位能够继续恩爱 长命百岁 潇洒地转身离开 二位老人也一脸猛逼 原来他们只是凑巧坐在一块了 采访完恩爱老夫妻的九千世 满面春风 却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000打来的 听到他练武受伤的消息 九千世愣住了 假如你是老板 建议你招些神灵当员工 因为神灵可以轻松做到007 九千世月老终于整理完了 他结缘的九千四百个神灵的性格和喜好 资料上显示 九千四百位神灵里 绝大部分都只提供给九千世很弱的能力 而且只有一种 这说明九千世跟他们的关系极度的不怎么样 而月老最为在意的是 这些神灵提供能力里 是没有让人长生不老的 那为什么九千世可以活九百多年 但看上去还是二十多岁的样子呢 月老回想起在几天前的月老聚餐上的一段对话 一位前辈及月老说 人类畜神者确实有不少能活几百岁 只要他们成功和与寿命相关的神灵结缘就可以做到 例如寿醒宫 月老则表示九千世的确有个兽性 不过那个兽性只能帮他修改一下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 其他月老听了 一阵大笑 因为看上去就非常有自力的月老补充道 九千世的长生极有可能是被某位高级神灵降下的惩罚 毕竟九千世几乎没有非常久远的记忆 现在也无从考究原因了 月老顺着这个假设往下想 虽然九千世没有以前的记忆 但却一心想着结缘万神 说不定结缘万神就是结束惩罚 解开永生诅咒的条件 话题聊到了这里 月老终于问出心中最大的疑问 一个人如果成功结缘了 万神究竟会怎样 但在场的所有月老都不知道答案 有一位只是劝九千世的月老 早点订好下个结缘人类 随时准备跳槽吧 一队年轻男女正在普普通通的约会 却不知道他们已经被来自地府的无常盯上了 助力在楼顶的黑无常确认了一下自己的手机 常玩的手游服务器正在维护 看起来离开服务还有点时间 那这次就认真点吧 只见黑无常一脚把楼顶广告牌踢飞 在普通人眼中 楼顶的广告牌突然无缘无故地脱落 被砸到也只能说是一场无望之灾 但九千世可不是普通人 他在极短时间内就察觉到了危险 并做出反应 召唤行天 九千世用手中金属画了的咸鱼往上一挑 意外发生 金属咸鱼竟然后继无力 没能完全顶开广告牌 广告牌结结实实地砸在了九千世和000的位置 烟雾散开 两人还活着 不知这是幸运还是九千世早已算好 九千世察觉到行天的异常 毕竟行天还没从跟一群月老玩国王游戏的冲击中恢复过来 看破不说破 九千世伸出手牵起零零零 将这段死里逃生说得像是一次小事故 轻踪逮捕 这让楼顶的黑无常更加不爽了 运气这么差 普普通通一次任务居然撞到了使用神灵的畜神者 那就必须加大力度 黑无常一下踢掉三块广告牌 九千世你该如何应对呢 看着从天而降的巨牌 任何普通人在这种情况身子都会僵住来不及反应 所有人脑海里都浮现出一个想法 这下难逃一劫 九千世却依旧淡定 告诉零零零别怕 然后 他从背包里掏出了一个网球 我们在约会时 经常会碰到被无常鬼索命的情况 今天就来教大家如何一秒化解危机 还能增进和另一半的感情 首先要跟我们的主角九千世一样 能跟神灵结缘 这里九千世考虑到闲于行天的状态不佳 于是选择了另一位神灵 只见九千世掏出了一个网球 路过的修沟都看待了 九千世唤醒寂宿在网球上的神灵 屡洞兵 一道灵力的剑气 瞬间从九千世手中网球喷射而出 九千世看准时机 动作灵动地轻砍了三剑 已经落到两人头顶的巨型广告牌 完全解体 零零零发现自己活着 还没来得及高兴 九千世就示意他看看脚下 被切开的广告牌 组成来乐运这句话 零零零又惊又喜 大伙一下子把这事 当成了九千世弄出来的告白表演 吃瓜路人纷纷鼓掌祝贺 表白成功 两次出手都被破解的黑无常 气到说不出话来 手游中毒的他 将失败归结于九千世 拥有SR级别的神灵 这家伙 这家伙 一定克了不少吧 他不知道 实际上九千世只是干了九百多年 气急败坏的黑无常 只能策划第三波进攻 但他必须抓紧时间了 因为再拖下去 自己与九千世 也等同于产生了一次缘分 而这是黑无常最不想发生的情况 光是想象 就让他恶心地要吐了 可黑无常 看了下手机里的任务信息 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他必须要在现实内 让零零零 死于非令 你知道狗咬吕洞宾这个典故吗 说的就是神灵 吕洞宾寄宿在一颗网球上 因此经常被狗咬去玩 这不九千世光顾着和妹子聊天 一道黑影窜来 是刚才那只狗子 九千世大意之下被他叼走了吕洞宾 本来零零零正要向九千世 说明自己的真实身份 女团ZB48的成员 如此一来 九千世就会醒悟 这一切都是越劳狗的鬼 可惜狗子抢球打断了零零零的坦白 不由地问九千世 不去追那条狗把网球抢回来吗 听到这句话 九千世瞟了一眼楼顶 思索了一下 决定先不管了 还是约会要紧 零零零看着地上的广告牌 这不能就放着不管吧 九千世也是非常淡定的回答 之后会有人来收拾他 两人招了一辆低士 九千世上车后 将咸鱼从背包里拿了出来 他并非现在这个时候 使用咸鱼行天 他要召唤的是 寄宿在背包上的神灵 魔狼芬尼尔 带吕洞宾回来 九千世下了指令 打开低士的窗户 将背包扔出 自己则继续约会 两边不耽误 背包落地 包身变出狼身的形状 而拉链则变成了尖锐的牙齿 一只巨狼献身 急速朝狗子那边奔去 这一切都被尾随而来的 黑无常看在眼里 黑无常虽然不知道原因 但他确定 那个棘手的畜神者 可装着一大堆神灵的背包 分开了 那接下来 就是自己虐菜的时间了 假如你的女朋友 上了出租车后告诉你 因为你今晚约会的表现 让他心跳得很快 你会怎么做 我们的男主九千世 在这个时刻取云神出桥 进入战神邢天 所寄宿的咸鱼之中 一进来看见邢天 缩成一个球躲在角落 就问邢天最近到底怎么了 自己很担心邢天 九千世的关心 让邢天直接猫猫乍猫 因为在邢天心里 正常的九千世 才不会这么善良和蔼 才不会关心自己 但九千世并没有这么简单 就被邢天骂醒 邢天越发觉得越老得强大 竟然能让九千世 改变得如此彻底 九千世见邢天 安静了下来 就换了个话题 说自己担心 有神灵要跟000结缘 因为今晚发了不少怪事 经验丰富的九千世 一看就知道 都是神灵在作怪 邢天一听 撩的又是关于 那个女人的事情 原来九千世近来 不是为了关心自己 而是要使唤自己 去查探一下是什么神灵要对那女人不利 邢天愤怒地露出原形 一只可爱猫猫 瞬间变成庞然大物 九千世还想辩解 邢天却不给他机会 就如同之前月老 对宅男林诞做的一样 邢天直接上了九千世的身 他要亲手将九千世心里 那些奇怪的情感 全部撕碎 而同一时间 现实里的000 又一次想跟九千世 坦白自己的女团成员身份 这次终于说出来了 可惜原神出窍的九千世 根本听不见 一个身影轻巧地 落在行驶中的出租车车顶 是黑无常 他要取走车里某人的性命 而我们的男主九千世 却面临着更凶险的情况 他被自己的原神上身 现在两个意识 用同一副躯体搏斗着 最终还是邢天占了上风 他用双手插入九千世的胸前 然后往两边一拉 就这样将九千世心中 那团过于美好的东西 排了出来 那是一坨恶心的粉色物质 粉色物质 蠕动着重组出原本的样子 这坨恶心的东西是什么 本来还在惊讶的 九千世一秒钟 就恢复了以往的臭脸 行天确认出了 这个粉色小人 就是所谓的爱啊 爱一边散发着 温暖人心的光芒 一边诉说着自己的善意 想帮助更多人 想对人友善 可惜还没说完 就吃了九千世一脚 但爱似乎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 继续说着要爱生活 爱这个 爱那个 九千世也继续殴打着 这图恶心的玩意儿 打着打着 甚至掏出了冰刃 爱却还在说着 自己的爱有多宽广 在九千世手起刀落的最后一刻 爱说出了最关键的一句话 我要和他还有你 三个人幸福地生活下去 三个人 行天抓住了这句话的重点 停住了九千世的砍杀 向爱再确认一遍 你的意思是 九千世和零零零的美好未来里 也有我行天的一席之地嘛 行天瞬间就脑补出了 三个人的幸福结局 就是这么一瞬间的空荡 爱又重新附着回九千世的心中 爱 是世界上最伟大 也最诡异的东西 它能让一条咸鱼 觉得自己能融入 一对情侣的幸福生活里 原本是要将九千世心中的爱 排出的行天 也成为了爱的俘虏 现在 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止 爱对九千世的控制了 不过也有好消息 那就是行天恢复了干劲 离开了九千世的身体 行天主动提出 要去查探那个 一直在骚扰九千世约会的 未知神灵 九千世听完 欣慰又欠奏地笑了 于是在现实世界里 疲软的咸鱼恢复了正常 九千世的元神 也回归本体 醒了过来 轻推咸鱼 行天进入了锁敌模式 还没走出半米 就发现了目标 黑无常和行天 都被对方吓了一跳 可由于黑无常的目标 并非九千世 因此和九千世 尚无太多缘分 行天本身的神能 也与眼睛和耳朵无关 这就导致 身为九千世原神的行天 在现实世界中 对黑无常的感知 非常的弱 简单来说 在行天眼里 对方只有一团朦胧的影子 黑无常看穿了这一点 趁着还没完全暴露 不打算缠斗 而是直接选择撤离 一个起跳 便和低时拉开了距离 眼看着影子越来越模糊 马上就要跟丢 在影响下 刚给自己猛打鸡鞋的行天 怎么会轻易放弃 他再一次 PUA 而不是 是再一次激励自己 然后发动了大招 这招的消耗 足足让九千世手机里的行天 可使用次数 一下子少了二十三次 行天神能 战神教阵 在古代 敌将在城门下教阵时 若是不应 则我方士气大减 如今九千世的行天 使出了神灵级别的教阵 正在逃离的黑无常 瞬间被拖进了一片战场之中 黑无常看见在残阳之下 遍地插满了各种兵刃和旗帜 身知此处为大兄之地 而且 黑无常知道自己和九千世没有结缘 那自己是不会进入对方原神的自在秘境 所以说这里是一片更为奇特的空间 黑无常的疑问在下一秒就被行天解答了 这里是行天创造出来的 可以和任意神灵强制战斗的战场 地上插满的兵刃和旗帜 都是输给行天的对手留下的 这足以见得行天在这里干到了多少敌手 可惜由于两神灵并无缘分 在黑无常的角度 根本不知道行天在说什么 行天看黑无常也是一样的 不过无法交流也没关系 行天只想干掉这个会威胁到他幸福未来的神灵 只见行天抬起左手 操控周围的兵刃抽离地面 接着一指将对手定义为目标 漫天的兵刃都朝着黑无常刺去 黑无常根本不慌 拿出武器见招拆招 但他始终只有双手和一把武器 而行天拥有的是整个主场和无数自动追踪兵刃 只能被追击的不断后退 狼狈不堪 行天开心地向着孩子 宣布黑无常已经无路可逃 最终 黑无常似乎放弃了抵抗 抬头看着漫天刃雨落下 兵刃定在他的身上 用刺猬已经不足以形容目前的惨状 很快 黑无常就消失在兵刃的丛林中 上古战神行天耍赖 在自己的主场用远程将对手扎成了刺猬 见对手已经好几分钟没有了动静 行天才停下攻击 烟雾散尽 好家伙 这比烤串垫垃圾桶里的竹签还多还乱 行天做了个手势 兵刃纷纷脱落 定在中间的黑无常一动也不动 随着最后的几把兵刃抽开 黑无常直接摔倒在地 这家伙不会是死了吧 行天走过去拉起黑无常 想看看这家伙的真容 突然 黑无常爆起 一记临终走马 接接事实地砍在行天身上 行天过于轻敌了 没有发现他在装死 而黑无常的攻击似乎没给到行天任何伤害 可当行天决定继续追杀黑无常时 发现自己居然动不了了 紧接着 行天的头上冒出了一盏走马灯 灯缓缓地开始转动 这边黑无常做出更奇怪的操作 他居然将身上又深又透的伤口撕了下来 并把伤口收进一个写着报销的袋子里 原来作为地府公务员的他 还可以将工伤拿回去报销 但行天造成的伤害太重太多 黑无常一看就知道得用几个月才能全部报销掉 非常不爽的黑无常决定再砍几刀对手泄愤 却发现自己的攻击根本伤不了对手 只能让对手停留在林中看走马灯的状态 黑无常知道想离开这个诡异的战场 就必须确实地打倒对手 可他办不到 因此自己已经陷入了一个无解的死局之中 都说人在弥留时 会看见一生中最有印象的每一幕 就像走马灯一样 那神灵的走马灯又会看到什么画面呢 战神行天由于轻敌 被黑无常偷袭得手 中了一招林中走马 与此同时 行天的结缘人九千世 正在进行浪漫的烛光晚餐 林林林知道这家餐馆非常出名 客人预约都排到半年后 九千世风轻云淡地表示 只要有手机 随时来吃都不是问题 他的意思是用手机里登陆的神灵 很容易办到 林林林只以为是在说用某款UP 这时桌上的手机突然震动 屏幕亮起 九千世奇怪地拿起来一看 代表行天的UP图标 竟然出现了逆向更新的状态 九千世知道大事不妙 林林林问九千世 怎么表情突然严肃了起来 是工作上的事吗 九千世看着插在香槟桶里的咸鱼 也就是行天的寄宿物 似乎没有什么问题 于是他决定先吃完这顿再说 一阵音乐传来 这次是林林林的手机响了 刚接通便传来队友急切的声音 说领导要来探望林林林 问他在哪 怎么人不见了 怎么这么巧 要是被领导知道了 自己以受伤为由请假跑出来 那约会的事情可能都会暴露 林林林还想说点什么 对方那头挂掉了电话 虽然有很多奇怪的地方 但也只能赶回去了 林林林感到非常抱歉 好男人九千世叹了口气 但还是表示理解和支持 舞蹈室这边 刚给林林林打电话的成员 原来真的在说话 而指使他这么做的 正是偶像团的队长 男主和林林林的烛光晚餐 前菜都还没上 林林林就被队友骗了回去 而幕后指使人队长陈娇 则在林林林离开餐厅后 出现在了九千世面前 让我们回到行天的主场看看 陷入死局的黑无常安慰自己 一定有方法破局 于是他在战场四处探索起来 找了好久 毫无收获 飞无常又把目光放回到行天身上 准确说 是行天头顶的走马灯上 说不定在那家伙的记忆里 能够找到离开这破地方的办法 想到这里 飞无常马上从自己的武器上掰下一块 然后对着行天一按 行天居然投射出一个画面 这是将行天作为投影仪了吗 地府的科技原来已经如此先进 很快就有了清晰的画面 行天被一个人高高举起 那人大喊着什么 可惜听不清 飞无常确定跟自己目前的状况无关 就选择播放下一段 看起来是行天被埋在土里 又被人挖出来的情节 飞无常继续切影片 居然还有文件破损无法播放的 飞无常暗啊 暗啊 看到了哲学史上的明场面 一个中年人和一个老头 在讨论愉快不快乐 看起来两个人都是杠金 两人的上方 某位不知名的大神 在问行天有何礼物 他提醒行天 人不懂于所想 神灵也不懂人所想 所以要是想入室打发时间的话 最好选择死物作为寄宿物 这似乎是非常重要的信息 不过跟黑无常一点关系都没有 抬手在切 而接着的记忆影像里 九千世 出现了 黑无常正在行天杂乱无章的记忆中 寻找脱困的方法 结果找到了行天与九千世 第一次遇见的记忆 然而他却毫无兴趣观看 黑无常又切了几段 终于找到了些有用的东西 这段记忆里 行天把家门钥匙弄丢了 但他还放了一串备用钥匙 在自己的影子里 要找的就是这个 黑无常大喜过望 掀开行天的影子 果然摸到了一大串钥匙 新的问题来了 这么一大串钥匙 哪条才是打开这个战场的门锁的呢 手游中毒的黑无常 很自然地用手游抽卡的几率来吐槽 要找到证据的钥匙 就好比在手游里抽到SS2角色嘛 不吐槽还好 一吐槽黑无常 就想起手游的维护时间已经过了 于是马上拿出手机打开游戏 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想着手游 真的不得不佩服这手游的魅力 黑无常惊喜地发现 游戏更新了新的卡池 而且这卡池会出的 正是自己一直想要的SS2角色 于是黑无常开始纠结 要不要马上抽卡 毕竟一直信奉的玄学 是开服马上抽 可转念一想 这里的风水不好 不如还是回去地府再抽吧 黑无常就这么左思右想 完全忽略了身后行天的细微变化 行天的一根手指动了一下 黑无常目光一直盯着屏幕 根本没发现 又过了半分钟 行天慢慢举起拳头 朝着黑无常后脑一拳凹去 黑无常铺接的同时 手指按中了手机屏幕里的抽卡键 爬起来回头一看 原来是行天差点用蛮力挣脱束缚 还是快点找到出口吧 黑无常自言自语着看向屏幕 抽到了一堆垃圾玩意儿 黑无常的惨叫想撤夜空 当红女子组合的队长想跟你拼桌吃饭 你会怎么做 我们的九千事直接提醒女人 这里是不能拼桌的 大姐 可队长也不生气 高情商的回答说 我们算是朋友 那就不算拼桌了 结果九千事来了剧 你是谁啊 队长差点一整个无语注 这下确定九千事 根本不是偶像组合的粉丝了 居然连当下正火的自己都不认识 那为什么前些天 九千事会出现在表演现场 九千事不知道是装傻还是真傻 说道 哦 你就是当时做我隔壁的小胖哥吗 也不对啊 那是个男的 队长继续散发专业的圈粉手段 称赞九千事是个有趣的人 跟他写的文章一样有趣 九千事听队长提到了文章 知道他是杂志读者 于是又问 原来你是眼镜妹的朋友啊 队长顺水推舟 说也算是朋友吧 毕竟就是问他 才知道九千事今晚行踪的 换做是一般的男青年 早就被眼前这个美丽又主动的女生攻陷 可九千事并非常人 他已经失去了兴趣 又看了也自己的手机 行天图标的逆更新几乎完成 这是代表要卸载了吗 于是九千事冷冷地发出逐客令 问对面的女人到底找自己有什么事 队长则微笑着回答 可越说声音就越微弱 九千事不知道这个女人究竟在说什么 于是队长示意他靠近一点 这个男人在同一天晚上 同一张桌子 约会两位女团明星 第二位是女团的队长 他更是为了和男主见面 故意只走了第一位 队长伸手示意九千事把耳朵凑过来 不仅不慢地说出了自己的秘密 他从小就有种特殊的力量 可以感受到别人的目光 九千事身为结缘了九千多个神灵的畜神者 对这种无聊的事情丝毫不感兴趣 刚想做回原位 却被对方一把拉住 似乎是为了证明 陈角继续说道 他此刻就感受到了两道目光 正看着自己与九千事 陈角没有说出来的是 不单是两道目光 还有一个镜头也在对准两人 餐厅对面建筑的楼 两个娱乐记者正拍到了独家猛料 而欢呼雀跃 餐厅里 陈角好像也知道照片已被拍下 一把将九千事推开 他恢复了正常的音量 继续说自己的特质 长大后他的能力有所成长 不单单能感知目光 还能加以控制 比如说让人注视 话音刚落 楼顶的记者鬼使神差地 又准备继续偷拍 陈角接着说 或者让人忽视 好巧不巧 正准备再次偷拍的记者 突然就被巡逻的保安发现了 二人落荒而逃 镜头回到餐厅 九千事依旧毫无波澜 这个能力听起来很厉害 可说这么多和他又有什么关系呢 陈角没有直接回答 只是说九千事马上就会因为这个能力 失去某样本来就不属于他的东西了 上回说到陈角告诉九千事 他会失去某样本来就不属于他的东西 本旁白君不是谜语人 所以就直说了 陈角的意思是 九千事会失去000 因为刚才陈角与九千事靠近的瞬间 已被娱乐记者拍照 第二天 全网络都会报道知名偶像与非主流南约会 而陈角也不担心自己名誉会受损 因为他有控制目光 也就是注目度的能力 他会让报道成为话题 但又不会发酵到对自己不利的程度 然后几天后就会发现是一场误会 陈角自己的人气还能再长一波 而九千事则会被网报收场 最重要的是 000看见了 到时候会怎么想啊 陈角一脸已经获胜的表情 突然上菜的服务员破坏了他感觉良好的封面 九千事专心地拿起手机拍下了眼前的美味菜肴 陈角简直不敢相信自己都说到这份上了 眼前的男人依旧毫无反应 他一直不走只是为了等上菜 拍下来分享给提前离开的000 现在赵也拍了 终于可以走了 走出餐厅的九千事又看了眼手机里的行天 那吧 进度条已经接近清零 得想办法处理一下了 这时 摆脱了保安追捕的娱乐记者 发现了九千事 于是跟了上去 他们现在想要的不只是偷拍 而是独家专访 九千事当然知道有狗仔队跟着自己 默不作声地拐进了一个死胡同 两名记者见状 直接堵了进去 先生不要躲了 方便回答我们几个问题吗 漆黑一片的死胡同里没有回答 记者心里有些发毛 隐约看到前面角落好像有什么东西 手电筒一照 原来是只可爱的狗子 记者松了口气 下一秒 可爱的狗子突然变成了可怕的狗子 身为狗仔队居然还会被狗子吓到 真是太丢人了 等两个娱乐记者屁滚尿流地逃出死胡同后 巨大猙獰的狗子重新变回小巧可爱的样子 而被记者一路追踪却消失不见的九千事 此刻正躺在一片柔软的毛毯上 看着手中湿漉漉的网球 网球是吕东斌的寄宿物 这只小狗自然就是之前被九千事放出去找网球的魔狼芬尼尔了 九千事拍了拍身边的毛发 命令芬尼尔再自己回家 乖巧的魔狼马上奔跑起来 现在终于没有人打扰九千事去处理行天的问题了 九千事点开行天up的权限 选择允许同步位置 意识传送进了行天的主场 在同一时间 黑无常成功离开 九千事的余光看到了似乎有东西在动 还想看个仔细 突然一声巨响 九千事寻声望去 行天扑倒在地 看来就算黑无常已经离开 他对行天的影响并未消除 九千事急忙跑过去查看行天的状态 行天的逆更新还没停止 九千事不再犹豫 从背包里掏出一个寄宿物 一根吃完的冰棍 九千事召唤寄宿在木棍里的神灵 伊顿 她是北欧神话里的青春女神 能让所有生物甚至神灵永保青春 九千事用附上了伊顿神灵的木棍戳进了手机瓶里 非常直观地挡住了up的逆更新进度 与此同时行天的身体也不再崩溃 终于得救了 又是一个月圆之夜 今晚这座城市里的人们和神灵们都有着不同的机遇 偶像林林林还沉浸在优秀男友的魅力中 还不知道他男友将在几个小时后会在网络上走红 走红的原因是被拍到跟同为偶像 但人气更高的陈角偷偷约会 而这场即将爆发的混乱修罗场制造者 月老也在紧锣密鼓地工作着 他将不同的红线编织在一起 似乎是在为九千世知道全部真相后的秋后算账做准备 在危机四伏的夜晚终究还是要天亮的 行天终于在自己的秘境中醒来 稍加回忆就知道是九千世救了自己 急忙切换到现实世界 看看心爱的九千世有没有受伤 结果发现九千世只是抱着金鱼刚睡着了 行天觉得自己辜负了九千世 既没调查出敌方神灵的信息 还让他逃走了 九千世则安慰行天 毕竟他不是擅长式的神灵 不必太自责 行天仍不能接受 在他最擅长的体方面 也没能干得过人家 不过 行天回想起被黑无常砍中时 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他细细回味起 如同走马灯一样出现在自己脑海中的画面 记忆混乱下得出了一个离谱的答案 昨晚跟自己对战的 就是跟自己有仇的神灵 皇帝 这位是黑无常 可在行天眼里 他长这样 对阵中 行天吃了一招走马灯 过往不知多少年的记忆再次浮现 混乱之下 行天误把那个模糊的人影 当成了自己的死对头 神灵皇帝 天不怕地不怕的九千世 听了行天的话 都露出了一丝惊慌 然后挪开了眼神 似乎在思索着什么 行天注意到九千世为难的表情 难道九千世 想跟自己的死对头皇帝结缘 你已经快一万个了 不差这一个了呀 可怜的行天又害怕又吃醋 九千世回答得很干脆 当然不会了 他担忧的是另外一件事 零零零最近身边发生这么多怪事 根据过往的经验来看 这是皇帝想和他结缘的征兆 皇帝是肯定要干掉的 毕竟是自己的死对头 之后会成为结缘的阻力 不去找他 他也会先找过来破坏九千世的结缘万神计划的 睿智的九千世早就想到了这点 但自己最纠结的也是这点 因为要跟皇帝动手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把他拖到同一顶了 也就是让他跟人结缘 然后让他借用结缘人的身体 行天陷入沉寺中 皇帝最近也确实在找人结缘 慢着 皇帝要找的是零零零 也就是说这场死敌搏斗很可能发展为九千世与零零零之间的死斗 行天非常失落 难道就无法跟九千世和零零零拥有一个幸福美好的未来吗 男主和咸鱼在讨论对付皇帝的战术 但得出的结论是要与相爱的人厮杀 这让一人一鱼都犹豫了起来 咸鱼行天只好换个方向继续思考 毕竟是与死敌的战斗 不能操之过急 还是再去刺探多一点敌手的信息 这样到时九千世就有更多的素材用作燕兵 燕兵是九千世特有的技能 只要说中神灵的职能 姓名 寄宿所在等就能对神灵造成伤害 心思缜密的九千世表示 刺探战术也不行 因为拖的时间越久 皇帝与零零零的缘分就会越深 到时动起手来就越费劲 而且还有可能让皇帝也认出了行天 那样就没有了出其不义的优势 九千世思考着思考着 突然老脸一红 然后故作正经地表示 总之还是先把门装上吧 嘴角止不住的微笑暴露了什么 不知道诸位是否还记得 九千世之前为了能进入一个宅男的神灵的秘境 不得已在宅男灵带身上装门 也就是亲了他一口 所以现在对零零零装门就等于 单纯的行天还没反应过来 为啥九千世这么快乐 九千世说干就干 哼着歌打给了零零零 约他出来亲 啊不是 约他出来见面 电话那头的零零零显得有些冷淡 但他还是同意赴约 零零零挂掉电话后 屏幕上出现了之前在浏览的页面 正是昨晚男友九千世和陈角 在西餐厅秘密约会的新闻 如果没有这个标注 还真的不知道跟偶像团队长偷偷约会的 是照片左翼的咸鱼 还是右翼的非主流 但零零零是认识九千世的 而且他现在就要出发去见他 两人约在了地铁站见面 零零零突然意识到 在这种人多的公共场所 不是一争吵和扭打 所以说 他也知道自己做错了 故意选择在这里见面的吗 正当零零零胡思乱想之际 九千世到了 他笑得还是那么纯凉 然而见面后 两人都似乎在内心考量着什么 气氛突然有点沉默和尴尬 心有灵犀的两人同时开口 先打破沉默 结果换来再一次沉默 心有灵犀的两人同时让对方先说 好家伙 这是没完啊是吧 最后还是男主先说约见面的缘由 可以闻你吗 九千世单刀直入地闻 在看不见的地方 两人的红线开始了等动 零零零在来的路上 幻想了无数种见面后的可能性 却没有预想过九千世会这么问 贤于行天终于明白九千世的假公祭司 借与皇帝战斗提前装门为名 实际上就是想清某人罢了 零零零退无可退 脑袋一片空白 九千世摘下了他的墨镜 接着就要摘他的口罩 终于一声清脆的耳光让两人的红线大幅度震动起来 活了九百多年的男主 被眼前的女生扇了一耳光 零零零用的还是之前被玻璃割伤的手 这时不知道是他的手痛更痛一些 还是他的心更痛一些 又或者是男主的脸最痛 难过至极的零零零已经顾不了身边的路人飞奔离去 行天说出了很多爱情电影里的经典台词 还愣着干啥去追啊 九千世如梦初醒 一个大踏步 直接跟一个拿着可力饼的学生撞个正招 低头一看 奶油竟在自己胸前构成了一个裂开的星星 下一秒 九千世感到了撕心裂肺的痛 这不仅仅是个毫无根据的迷信预兆 而是真实的信号 九千世和零零零 那条本来就不该存在的红线即将断开的信号 心慌意乱的零零零 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只是下意识地逃跑 他始终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巨变 阳光帅气的男友竟然是个一脚踏两船 还要大庭广众亲自己的渣男 内心的保护机制还在为九千世找借口 为这段关系找借口 但理智却在告诉之际 根本没有什么误会 他就是个渣男 在这两种矛盾的思绪拉扯下 零零零进入了荒神状态 这就意味着 他可以看见与他有缘的神灵了 可惜这个神灵 是来举他性命的黑无常 注意看 这个男人拥有着强大的实力 能将神灵收服为己用 一个永恒的噩梦驱使着他去结缘万神 活了近一千年 失去善恶观道德感的他 为了能达成这个目标不惜一切手段 神灵的结缘对象是别人 那就抢 神灵不服 直接打服 时间飞速失去 来到了现代 他已经攒下了九千四百个神灵 眼看着快要实现夙愿 没想到在收服的新神灵月老这里翻了车 月老故意曲解他的指令 将他与一位可爱女生牵上了原线 让他重新有了爱的感觉 命运不允许他这么和平幸福的生活下去 那女生注定就是意外身亡早逝的命格 尽管九千世极力阻拦 但是黑无常终究还是抓住空隙 将女生杀死了 爱人死掉的瞬间 九千世恢复了清醒 意识到自己被月老算计了 此时的他无比愤怒 到底是残存的爱 让他对女生的死亡感到不公 还是被神灵算计的耻辱呢 谁也不知道 地铁站 月老坦然地坐着 等待着九千世的到来 他知道自己这次搞砸了 此时正是清算的时刻 一阵阵轰鸣 秘境被拆得乱七八糟 怒火中烧的九千世登场了 目标只有一个 宰了月老 而月老也不会坐以待毙 已经提前编制好九千世所有的原先 将自己围在中央 如果九千世强行拆线 他就会与自己其他的神灵断裂 做了这些布置也不过自保而已 月老语气服软 希望九千世把这件事 当成一个新人入职的小措 不要再追究了 九千世冷笑一声 以为这样我就打不到 说到底 现在月老依然和他是从属关系 一声寝神 月老无法反抗的便凭空被召唤到了男主身后 随即等待他的是干净利落的一刀 九千世正准备将他了结之时 月老只能抛出了最后的筹码 拉出了九千世身上的那条漆黑的线线 这条线一被触动 九千世就开始大口偶血 这是零零零被黑无常带走后变成的孽缘 从此九千世拥有了致命的弱点 这条孽缘无法暴力断开 只有当事人才能解除 而且必须月老的辅助才行 九千世宁笑着停下的攻击 这是了结之后再好好跟月老算账 当务之急是找到那个女人 问题在于 九千世现在人还没有意识到 那个曾经爱过的女人 已经死在了现实里的地铁站中 如果突然得知热恋的女友去世了 你会是什么反应 我们的男主脸上看不出悲喜 地铁站内 零零零的四周围起来了大批围观群众 正当工作人员大声安抚人群等待医生之时 一男一女站了出来 两人自称自己为BE 所谓的BE 指的是一个想隔绝人与神之间纠缠的组织 而平时的工作之一就是对这种情况善后 不明真相的工作人员 不知道他在胡言乱语些什么 绿毛男也不在意 掏出了一个饭盒 麻烦你了 迷了 饭盒变大 一照便收走了零零零的肉身 路人看到这幕纷纷四散 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然而这片空间已被更大的饭盒罩住 粉毛女掏出平板 划出一张蝴蝶的照片 呼唤到 庄舟 古有庄舟梦蝶 一望便是庄舟的神能之一 一会过去 地铁人潮嘻嘻嚷嚷 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般 地铁站外 绿毛男掏出手机 汇报了一下任务情况 手机的那头竟然是杂志社的老板 一五 看样子男主已经被监视很久了 此时 地府内 黑无常成功在死线前 提交了自己的完成报告 却突然被传呼到主管办公室 一般领导这个时候找人 都不会是什么好事 主管先表明了自己 对这个小年轻的看重 接着话锋一转 他对小年轻这次搞砸的任务 表示很失望 黑无常很不解 明明任务在实现内完成了 完成 主管阴沉着脸 目标的三魂七魄都没有到齐 现在卡在报道大厅初解都过不去 更别提转世了 虽然不知原因 但那是下属黑无常的问题 与他无关 另外 与人类结缘产生关联 再直接把他杀死这一行为 严重违反操作守则 产生的夜报地府不予报销 死于非命必须得是现实产生的意外 例如爆炸 高空坠物 如今出了这么大的篓子 黑无常必须七天内解决问题 不然有权利将他立即辞退 高高在上不承担一丁点责任 不给予一点帮助 这就是英曹的领导 黑无常走时还得说句谢谢 进了电梯 他无力地叹了口气 为什么会这样 明明自己工作一直都兢兢业业 电梯内 两个黑无常前辈抽起了箱 完全无视上面的经验标识 两个老油子吐槽起了工作的无聊 不如辞职得了 外头年轻人还挤破脑袋响进来 真可笑 听着这毫无责任感的对话 年轻的黑无常捏紧了拳头 一拳打了出来 这个男人先是愣住了一会 随即癫狂地大笑 只因为他的女友去世了 泯灭了一切美好情感的他 现在毫不心痛 只觉得死于非命 看样子是坏事干多了 要解开孽缘 去地狱走一趟便是 月老却说没这么简单 肉体魂魄缺一不可 如果我们的男主动作再不快点 零零零的肉体就要被处理掉了 到时候魂魄转世 孽缘将永远无法解开 转世之后又再会与九千世相爱相杀 一想到这种场景 九千世就一脸厌恶 桥边阳光明媚 一切都这么美好 两位必怀念起了过往并肩作战的时刻 悠闲的叙旧 一道剑气爆起 粉猫女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一把推开了同伴 自己则没能躲开 手臂遭到重创 她强撑着打开了平板 找到一张黑蝴蝶的照片 原神助阵 对庄周而言 现实都只是蝴蝶的一场梦 伤口同样可以是一场不存在的梦 只见一只脚不紧不慢地踏入 九千世召唤着吕洞宾和顺风儿 前来上门取剑 作为B的成员 绿毛男很清楚 眼前这个好几百年之前 就有记载的男人有多强大 没有轻举妄动 而是打了个哈哈 希望九千世 看在他们帮他善后那么多次的情况下 高抬跪水 让他们把任务完成了 然后让九千世再去向总部要人 这个滋滋的想法 很合九千世的口味 然而他可从来没有点过这种服务 说白了只是监视自己罢了 多说无意 九千世悍然出手 绿毛男呼唤弥勒 饭盒将剑气竞数接住 接着便把男主扣在了其中 笑 笑 笑 绿毛男收起缩小的饭盒 以为已经得手 一条咸鱼从身后破土而出 紧随其后的是手持见光的九千世 粉毛女再次冲上来救场 装周 释放最大威力 这一切都是一场无法记住的梦 啪击 咸鱼掉到了地上 九千世举着网球的手盾住 他来这是要干什么来着 身后不远处 两位毕一松了口气 这次一口气消除了他三个小时的记忆 接下来就只需要再处理一下目击者 和损毁的公共设施就行了 事情真的有这么简单吗 九千世弯腰拾起咸鱼行天 突然觉得手掌隐隐作痛 一道入行的血痕赫然在手掌中间 这是他开战前给自己上的保险 九千世掏出背包里的入行诊 寄宿在其中的是浮精与雾迷 神能是回溯过去的场景 很快 他便搞清楚刚才发生了什么 眼神再次变得犀利起来 如果记忆被别人消除了 不要慌张 你只需要回溯一遍时间 自己亲眼再看一遍就好了 收集了诸多资料的避疫 自然知晓九千世有这样的神灵 却因为没有算到月老加速的 元神刷新速率 误判了他的剩余使用次数 九千世一脸杀气 再次要求他们把女人交出来 只需要把女人交给他 他就会把女人复活 避疫自然也没有必要去干涉 普通人的生活 绿毛男一脸无奈 真要这么做 复活也是神灵再次过度的干涉 不过这可能也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了 绿毛男比山看向了灵 灵却仍然一脸凝重 对他来说 毕业的工作就是他生命的意 而这正是比山很久以前告诉他的 比山急了 那时是因为遗忘了一切的灵 需要一个活下去的理由 而现在完全没有必要死磕了 等待商量结果的九千世 最讨厌的就是这种狗男女的煽情情节 现在不需要商量了 全部干掉 自己来拿 九千世一手锋利的咸鱼 疯狂地压制比山 迫使他防御 无暇使出放大饭壳的那招 同时请处理动兵 双神助阵 后手的网球再次标出剑光 比山已经无暇阻挡 灵第三次冲上来 以身挡住这一剑 忍痛反手一刀插在九千世手臂上 顺势把他一脚蹬开 则 大意了 九千世不以为意地拔出了小刀扔在地上 一点疼痛不算什么 而对面 灵的腹部则被完全洞穿 他决定申请启用特殊战术 这战术会造成极大的副作用 但是如今没办法 比山只能批准了 只见他将平板放入饭壳中 饭壳转化成了立二眼睛的形状 带到了灵的头上 把伤口当作一场梦 现实中的伤口和衣服的破洞 再次神奇地消失了 果断后 你快走 听了灵的话 比山咬了咬牙 没有婆妈 坚持住 我会尽快回来的 说完转身就走 还想逃 九千世追击了上去 灵摆好驾驶 死死地挡在了面前 比山捂着伤势 一路狂奔 他回想起了过去 这次一定不会让灵出事 马上就要到组织的交接处了 一辆车猛地撞上了他 司机惊恐下车查看 车竟然被撞出一个大坑 男人则强撑着站起身推开了他 拖着浑身的伤 走进了一栋老居民楼 找到个普普通通的店表 比山输入了一串密码 角落的牌位一阵闪动 变成了入库部的字样 另一边 零无数次变体零伤 又无数次恢复 看到这一幕 九千世狂笑了起来 心中施略的快感 无以足加 我看你能恢复几次 此时的他 如同一个变态的反派一般 不 我们的男主 他确实就是反派 神秘的避疫组织 一直都在维护着 凡人社会稳定运转 抹出一切神灵 对于人世间的干涉 但是在今天 他们的工作要完不成了 绿毛男比山 拖着一身的伤口 回到街一点 试图叫人 想叫的人没叫来 门中传送出来了 一位银色长发的小男孩 比山看着这个 似乎人畜无害的男孩 并不是失望 而是一脸凝重 夫妻 你怎么来了 小男孩没有回答 看了眼比山的伤势 关切地询问 他是否遇到了麻烦 比山僵硬地编了个理由 试图糊弄过去 看样子他并不想让小男孩插手 男孩收起了笑容 为什么这些人这么害怕自己呢 难道因为父母是高层吗 不再听比山的解释 小男孩招出了他的神灵 行天 一拳把坚硬点砸了得稀巴烂 这下比山没有选择了 地府此刻 浑身是伤的黑无常 在拼命写着检讨 看样子因为自己冲动的那一拳 被两个前辈教训的不轻 他不明白自己兢兢业业 怎会沦落到如此地步 不由得让他想起了姐姐 主动放弃了白无常的身份 和人类节约 他一直想努力证明他解释错的 然而现实让他不愿意接受 崩溃之下一顿乱砸之后 空中突然浮现出了一个血滴 下一秒 他的身影荡然无存 当主管推开了办公室的门 眼前只有一张破烂的桌子 和散落一地的文件 一眼就明白发生了什么 这是夜报啊 和上门 主管头也不回地离去了 黑无常睁眼时 眼前这个世界似乎四处 都充斥着粘稠的物质 无数人形的烂泥 浑浑噩噩地排着队前行 不管怎么呼喊 都没有回应的声音 黑无常搭上了一个烂泥的肩膀 试图对话 几个烂泥转头看向了他 没有说话 而是突然把他团团围住 裹挟在队伍中间继续前行 挣扎中 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黑无常抬头一看 队伍的终点是个巨大的 不断开河的粉碎机器 无数飞溅的烂泥 飞到他的脸上 夹子缓缓张开 等待着下一轮队伍的进入 快停下来 难道就要交代在这里了吗 身后传来一个意外的声音 哦 新来了一个小鬼 接着 一只腐烂的大手从天而降 将黑无常提起 这是什么东西 黑无常站立不已 巨人并不是为了救他 而是打算把他吃掉 无常无力反抗地 一点点地被吞噬了进去 一 这味道很熟悉 巨人十分意外 居然是和那的家伙有缘的小鬼 下一刻 黑无常被吐了出来 一阵咳嗽过后 迎接他的是巨人的询问 小鬼 你想回到城市间吗 或许可要是一阵咧的最初的爱情 会员 会员